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参加古墓古的八字处的公众讲座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香港的建筑故事以香港大会堂来引子》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彭永基教授担任我们的讲者 彭永基教授是香港 彭永基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兼任教授 同时是香港著名建筑师、设计师、举密画家 除了以上的身份之外 彭教授亦是前建筑署高级建筑师 任何曾经负责两次香港大会堂的建筑工程 香港大会堂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今天我们就有请彭教授以香港大会堂为引子 我们都怪我和大家講解 錄完之後我不敢聽 很多時候都是用喉嚨正說話 但無論如何今天都很想跟大家說一說 遮大會堂去說其他東西 今天有分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遮大會堂去說想說的什麼 其實大會堂的特色就是 我不是說建築那個純粹說的風格 只是說一些歷史 為何今天Alex請我來 我就覺得很想跟大家說 我先跟大家好像說笑一樣說 有沒有人一百歲 如果一百歲可能你在家裡聽著 因為我覺得我這裡很多項目我都去過 偏偏就是這個大會堂 我是未去過 因為是1933年就拆了 然後就是匯豐 但我覺得我能夠今天在這個講座去講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的資料不是來自私籍 我才知道是來自我自己親身的感受 那這一點呢我覺得 我在那個整個我現在去到我今天的生路歷程裡面 我覺得一個趣味的地方就是 但是很多每件事都原來是大家很貼身而過 經歷過 所以那種分享應該就是 香港現代建築 夜市 或者秘民 應該就很多人喜歡聽了 如果你正正經經說香港建築市 一份大教 那為什麼是秘民呢 因為真的我自己是經歷到的 還有今次我這個年紀 可以夠膽講真話 這個很重要 所以可以大家 借這個機會 我講了很多 真的我自己親身參與過一些事情 但是它的項目 和我未必有關係的 其實基本上應該沒有關係 我想講為什麼用爆梅堂 用舊的開始呢 其實就是引申而講到 其實原來香港建築 一直以來都是由西方建築師參與了的 由早期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香港同行都知道 香港最威的就是有兩間很久的建築師樓 一個就是P&T 以前叫Palmintana 還有Lean Orange 這些就是 Telvin 算不算是歷史上 或者是到今天遺留最長久的建築師樓 可能都是 不期的 因為香港很多事情 我經常都覺得 哎呀 我們這間酒樓又倒閉了 哎呀 那間市桌又倒閉了 哎呀 冰室又沒有了 偏偏 原來我們的職樓 原來是百多年 動節都可以保持到百多年 當然不是那一代人 但是這個就是 正正我們香港很大的地方 原來我們香港的建築 由早期 因為由1841年 英國佔領香港開始 到42年 有這個南京朝約 原來 原來 早期全部都是外國建築師的 所以 包括這個大會堂 我們講大會堂 大家當然就講 今天這個就是 1962年 三月二日開幕這個 也都今天去介紹的 我有份參與的 我1993年 參與了兩個階段的大會堂工程 但是不能再說 一定要補充 原來我們香港最早的大會堂 就是在1869年 當時來說 是甚麼呢 是那些外國商人 他們覺得來到香港 很枯燥生活 好像我們去了移民 那樣 住在一個山卡拉的地方 當時來說 其實香港真的很基本 所以他們需要自己 有自己的一個 睡覺的地方 所以其實裡面 他有 他有些 寶瓷館 有博物館 當然更然之 一定要有個 跳舞的地方 我又問過丁申托博士 他說 其實那時候 大會堂裡面的 博物館 我們看到一些照片 那些東西去了哪裡 他一件都沒有 我自己又翻查過 整個博物館裡面 所有的藏品 由低溫到今天來說 真的一件都沒有 那比較可惜 那其實 可能那時候來說 因為早期的大會堂 大家都知道 不是為香港人而設的 其實是當時那些 官生命流 其實根本是華人來說 我知道第一個華人進去 他是姓韻的 你查看這是哪個人 第一個華人進去 其實全部都是外國人 都是一個牧師來的 那儘管來說 我們第一個大會堂 從1869年到最後 1933年 因為要拆而起匯豐 因為他是正正的 香港最美的廣場中間 那匯豐那時候 要有新的第三代 所以起了1933年的匯豐 所以今天我們不是介紹 我只是想說 大會堂是有這樣的背景 這個建築師是 當時是透過建築比賽 所以都看回頭 我們對於今天來的 建築比賽 非常渴望 希望多些 原來這麼早就有建築比賽 還有一個法國人 贏出來 所以當時這些 巴勒克的建築 我們今天來講 看不到的 我最近見到的就是 香港club 今天比較大膽的 坐在這個位置 我根本大部分 這些香港早期建築 就算拆了的 什麼魚東船 那些古堡 我都去過了 香港club 早期我都去過了 早期的木球會 我都去過了 因為我覺得很小 就在很多情況之下 去參與到 或者是不經不覺的出現過 只有這一個 我覺得 是一個少許的遺憾 但是 無論如何 都帶來了 一個我們大家 要認識的地方 這一個呢 其實是丁生炮博士 不然叫我 一定要講這座東西 拍下這座東西 這座東西 這座是我們的大會堂 你知道嗎 這個夠膽講 我有去過 不是講今天 是講60年前我去過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是一個活歷史 雖然你看我 好像只有20多歲 加50歲 但是呢 但是我真的去過很多 我連這座東西 60年前我都去過 那時候我只有10歲 我都去過 那這個就是當時 因為 我們剛才之前 那間大會堂 拆了 拆了之後 我都不去重複講故事 那因為大家需要 有一個我們自己 本地人 一個所謂這樣的會所 也需要一個運動場 體育館 那這個就是最早的 香港的 我們自己本地人的大會堂 和一個體育館 今天來講還有的 還有一個室內泳池 很厲害的 可以維持了這麼久 他很厲害 為什麼他不流水 幾十年了 還有一條跑道 這個很有趣的 所以我和阿丁申炮 都有一個慾望 就是希望他將它 抵抵到 它現在還是 去到List 1 差一點 你們如果在座 有些什麼 是我們的委員會 是AMO委員會 希望可以 AAB的委員會 能夠可以 性格 去Declame Monument 因為他有很大的特色 除了他建築 本身 他是芝加哥設計師 就看到他設計 為這個 Hudsey of Chicago 因為當時 這個是芝加哥的YMCA 為香港設計 做一個YMCA的總部 不過總部來講 到今天來講 他慢慢的角色 因為去了 後來去了 九龍起了一間 大家都知道 在廣華附近 他有了一個新的Headquarter 之後 他這個角色就慢慢轉變了 但是好處的地方 就是 他看到 Misban的年份 我們這個年份 裡面有些參考價值 是1918年 1918年 就是我們 當時來講 如果大家 從另一個角度 聽過 我們有一個叫做 Chinese Renaissance 這個名堂 這個名堂 當然在建築界來講 一直都有爭議 對於Renaissance 這個字不是很同意 因為Renaissance 是說 那種深屬世紀 歐洲而產生了 一個文藝復興的風格 我們為何在1920年代 有這樣的風格 亦都是關係到 那個年代 我們當時在1911年 當時革命之後 不少 我們當時的 不是說很多 但是 當時的 中國留學生 去了西方社會 回來中國服務 回來自己的國家服務 而帶來了 不同的建築風格 這個不是本地人設計 不是香港人設計 不是內地的華人設計 但是他也帶來了 就是當時在教會裡面 為了想去宣傳 他們的教會 和東方之間的文化 可以奉用 之間 出現了一些 中西合璧的現象 今天很幸運 香港還看到 香港不多了 拆一拆一拆一拆 這間當然沒事了 銅鑼灣還有 還有一些 紅長綠瓦 然後還有紅磚 但是如果 從一個建築角度來講 它屬於Chicago style 因為Chicago style 如果你看回 就是那個年代 有兩個很大的 一個就是這個Chicago style 其實我們拆了那間匯豐 我們家裡有一個錢箱 那個都屬於Chicago style 為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鋼架建築 不是傳統的 慢慢慢慢倒進去 是鋼架建築的外牆 包了磚 或者包了不同的物料 有同樣一些古典的風格 不過它已經拉高了大廈 拉高了整個建築 開始有新的一個機電配套 以及比較大的窗門 這個Chicago style 當時Chicago 是在推銷一種 是一些 commercial development 來的 是在大百貨商場 如果大家讀建築的都知道 由 這些人士 在這裏產生了 大百貨商場 在Chicago出現了 而帶回來 我們亞洲 香港的特色就是 很早已經引入了西方建築 因為唯一我們是有西方建築 但是我想今天所說的是什麼呢 是一些出名的建築師 建築出來的 好 一跳跳到正題 要不然我到現在還未講到 大會堂 大會堂這個就是 1963年 這張照片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都不會說 遲的了 因為其實所見到的 裡面很多的資料 都還是很早期的 這個就是匯豐的第三代 這個就是P&T做的 你們有沒有入過這間匯豐 我想問他舉手 有 Kelvin也沒有入過 你騙了幾天 那個牌子要取消 不行 這麼少人入過匯豐 是嗎 是呀 其實匯豐入到裡面很漂亮的 頂上有幅畫很漂亮的 其實當時來說 我們好得不敢入匯豐 是真的 因為我們沒有戶口 是吧 很厲害的 入匯豐很害怕的 其實那個來講 是當時來講 香港最高的流域 當然 後來又有其他的等等的原因 又到這個中銀 又高的去 然後又到渣打高的去 但是呢 看看回頭 我們今天 這個 對很多人來講 尤其不是同行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來講 什麼鬼鬼 幾個四方盒 有什麼這麼精彩 這個其實是很痛苦的分析 我們經常都被人問 好上什麼 中環街市好上什麼 1836就好 1837就好 一個中環街市 一個灣仔街市 加上這個 我們經常都讚賞的大會發 就是幾個四方盒 但是如果你認識整個現代建築風格 從一個範到簡 從一個純粹講 對稱 到講功能行先 講空間 周邊比例為主的一個建築來講 我們是看這個層次 所以我在另一個 近來的另一個平台 都有講 什麼欣賞建築呢 其實是痛苦一件事來的 很多人最痛苦的地方 不是我們 怎麼去解釋建築 最大的痛苦的地方 就是誰都以為是適體建築 這個真是痛苦的 等於 做時裝設計師 也是很痛苦的 因為所有穿衣服 都認為自己會看時裝 其實是完全兩回事來的 你會住屋 就不代表你會看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是另一種 是要經過一個learning curve 是要慢慢明白到 它不只是從複雜 從很多雕工 或者從歷史裏面 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元素 而結構成就是叫做精彩 它的精彩地方 倒轉過頭 就是簡潔 放到這裡 又要暫停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還有一個更精彩的講座 留下那個講座才講大會堂 那個講座 就是在十月的大會堂 那個講座就直接 只是講大會堂 還有大會堂的前世今生 包括大會堂當時設計者 不同的版本 當然找不到徐經席的版本 有一個徐經席的版本 徐經席 就是早期那些回流 從外國回來的華人 建築師 在中國也好 在上海也好 在中國也好 在香港也好 都同樣有他們自己的留帶 留下很多的影子 如果講大會堂 當時有這個項目 因為第一間拆了之後 要重建 要重建 再建一間新的大會堂 那時候呢 的確社會裡面 是提出了不同的版本 當時一堆華人 是搬了一個徐經席的版本出來的 但同樣的另一個版本 就是 我們Gordon Brown 的版本 是Raymond Gordon Brown的版本 那個版本呢 留下一次 我們在教會堂 的前世今生 先講 那個就可以看回到 這些失落了民間裡面的 什麼東西的設計 為什麼今天走出了這個呢 好 埋了關子 留下一次先講 這個大會堂 那跟著呢 大會堂一跳就跳到 最後 這個就是很近來的相片 來的 這個就是我已經被我 污染了之後的大會堂 就是我在1993年那時候 還有後來之後 我又做了兩次的改動 同樣 廿流派在12月 那次你不要介意 你們今天不要 這個AMO的同事不要介意 因為另一個項目都是康文 人次屬下的 所以大家都沒有搶生意的 只是問題是不同的 焦點 下一次我同樣的焦點 就是兩個小時 專門講大會堂的前世今生 包括前期的設計 前期的設計 前期的 前期的概念 應該有小小的一個 新一點的一個標題 就是 由大會堂雪起 看西方建築師在香港 西方建築師在香港 這間還在外面 還在路邊 這個呢 今天來講 就是彩星中心 其實以前是瑞卿公司 是一個公司來的 Pexy知不知道設計公司 在哪裡 你38歲都不知道 沒有理由不知道 其實一間呢 就是在中環的 設計公司 今天就沒有了 這間同樣都沒有了 為什麼我要想說呢 其實我就想借這個機會 說就是說 其實西方建築師在香港 來講呢 是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也都我覺得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 research 可能我們應該第二本書 準備回去開工 就是 International Architects in Hong Kong 好像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書 原來香港真的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看回頭 香港 從這麼早的年代 一直以來 都是在西方很多名家 很希望立足香港的地方 反而我們本地人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矜貴 我今天想說就是 是名家 不是純粹一個本地的建築師 讓他長大這麼簡單 Lejo Ponte 是意大利人 是很出名的 當年來講 他除了建築之外 他有做了家具 和那些產品 就是Renaissance Man 就是很全能的多元化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有一個人 叫股聖場 股聖場就是當時的税源公司老闆 當時早期股聖場很熟悉的地方 他找到Geo Ponte 和設計了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九龍的瑞卿公司 中環那間不是的 今天還在 不過變了右手邊這個樣子 變了這個樣子 這個彩星 但是原來的樣子是這樣的 幸好還沒有拆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當我們經常說 保護古建築 尤其是在小匯法計會裏面 保護古建築 到回頭 可能又比較疏忽了 今天來說 我就補回這個缺口 就是 如去認識我們過去 原來這麼多名家 留在香港的很重要的足跡 不過一個一個在消失 其實大家又很少人提 這個我相信可以 今天借題發揮 他改了樣子 但是也不要緊 起碼知道我們 1963年 就有Geo Ponte 已經踏足了香港 一個一個踏足 他的房子還在 古勝祥的房子 就是在大潭的 都是Geo Ponte設計的 當然他是欣賞他 所以才有他的作品 所以看回到 原來我們 很多很多年前 香港已經有這麼多 世界的名家 開始撐離香港了 當然這個New World Center 你可能會覺得 就是眼前 其實又不可以 因為只剩下這一塊 這一塊做了一個酒店 變了色 當然不要緊 但這塊 原原正這一塊 其實就是1978年的時候 開始香港的Developer 就是新世界 帶入了世界名家 來香港 Skidmore Open and Mario 這個是紫加坡辦公室 做的 他就在1978年 當然其實 鄧祖開始 1973、1974年的時候 是醞釀的了 所以見到其實 就是說 我們都挺厲害的 原來這麼早 香港都很喜歡 令到世界各地的人 都關心我們 原來香港很想插旗的 不僅是因為本地的外國人 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香港當然我正如所說 P&T C & Orange 那些 整個中環都做了 你找什麼資料出來 包括中環銀行 原來都是P&T的 當然中環銀行 舊的那間就是 龍天壽 加上P&T 但其實 不經不覺 原來西方人在香港 一直都有這樣的 很熱烈的一個態度 希望做到香港的項目 這個New World今天來講 就拆了 拆了之後 就剩下這一塊 但當然這一塊的 Victoria Dockside 就涉獲了很多大名 我今天這個位置就不說了 好了 為什麼我要說回這個呢 因為我上次這本書 我就有一個平台 惹來了很多人 我希望那個 我的朋友都在這裡現場 我必須解釋給他聽 因為我在一個平台裡面 就是說其實香港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兩個世界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 女神 建築女神 差下跌 都是在香港發跡的 另一個 男神 Norman Foster 也是在香港發跡的 我一說這句話 馬上罵我 說我 胡亂說 他們在香港讀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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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大嗎 當然不是 但其實有時候不是讀書 或者在這裡長大 就帶來了這樣的機會 真的 是Norman Foster親口自己說 是香港帶來了他的機會 這個不是我們 自己飄飄然覺得 我們香港有這樣的位置 有這樣的匯豐 不是這麼簡單 還有 沙下跌 其實他在那個名北京全的時候 他就贏出了這個 山頂這個比賽 為什麼我夠膽講 因為我當時我是在場的 不知道你哪個有沒有參與過 有掃掃白頭髮的 應該都知道的 當時沙下跌 贏出這個比賽 有800多個 展覽的 展覽的地方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遠東金融中心 那時候剛剛起好 空喵喵 都整層給他來展覽的 殺出了這個沙下跌 那當時非常震動 因為 哇 他的設計 超前位 那就去了一個叫做i-club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完全講回當年 所有事情的細節 當時他就在i-club之後 會做過 presentation 是很少很少很少人參加 絕對沒有那裡 五分一這麼少人 因為大家都不認識他 但是那個比賽是 惹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參與 所以看到原來香港的位置 回到1982年 原來都這麼多人 很恨在香港插旗 那反過來我們香港 對於香港自己的地方 好像建了樓 又不覺得這麼熱切 就很恨在別人的地方建了樓 原來人家這麼恨起的 還有另一點就是 當時批評我這個 就說山下跌 在這裡其實 不是他的法績點 當然他這個都沒有建出來 但是他的出現 贏出這件事 當然當然是功勞 就是來自那些 judges 但是 無論如何 他也是一個這樣 觸發了一個這樣的項目 而開始被人留意 到最後他真的建出來 當然成為了後來的建築之神 中國很多 那當然我順便說一說 你右手邊都有一座 但是那些事隔了很多年了 1982年就是他第一個 呈現世人的自己一個設計 就是The Peak 不過The Peak 我又想繞一繞一繞 我本書又說 那些人經常覺得 就是現在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現在搭輪車站 那個座椅叫做 死了 口順便想起 什麼名字 靈宵閣 其實不是靈宵閣的位置 我在網上說靈宵閣的位置 是錯的 其實不是靈宵閣的位置 那個是姓蕭 不是靈宵閣 是姓蕭的一個人 我不敢說名字 因為馬上去他兒子 他姓蕭這個人 有錢 他有錢人 他兒子 他兒子很有品味 搞了iClub 他兒子有錢人 搞了他比賽 結果他兒子 經濟上出了問題 不講細節了 就沒有了項目 真的沒有了這個項目 但當然也有一個 其實是困難的 但是他那個 所謂deconstruction 這個解構主義 就令到 大家都看到一頭霧水 為什麼這些東西 奇怪怪的 其實看到建築的風格 那個轉變 就是從我們後現代 到解構 都來了一些 這麼新鮮 這麼革命的 連到建築師自己看完之後 一頭霧水 為什麼呢 只有這麼少人去參加 他的presentation 我聽到大家的態度就是 癡之以鼻 有什麼事 古古怪怪畫公仔 其實想不到今天 就是建築之神 當然 他後來 我們都很努力地去產生到他的作品 就是這個 Polly You 這個也是投過的比賽 第一名就是他 那些細節的人 我相信你們很多 很juicy的 很多gossip 都知道的了 但是 倒過來 我記得自己是很清楚的 因為我沒有參加 從頭到尾 有engaged 到看比賽 聽他的講座 以及一直跟進去 最後的發展 因為他當時給我的衝擊很大 好了 那 那 再講一下 Hong Kong Club 為什麼呢 其實呢 Hong Kong Club 就是1984 其實匯豐 還是持他一年 回到頭 其實呢 Hong Kong Club designed by Harry Siler 其實 都是跟匯豐同一個淵源 其實 我的理解就是 當時匯豐 是有五個architect 被邀請 做設計比賽 Herry Siler 其中一個 Herry Siler 當然是澳洲的大師 今天已經過身了 他是澳洲大師 但是 去到 後來殺出了Norman Forster 為什麼Norman Forster 他自己說 香港是 他的一個 發源地呢 因為他真的一個匯豐 改變了他整個 自己發展的人生態度 那 正正當時有些裡面的 board members 或者是 同樣在Hong Kong Club 裡面的一些 你也知道Hong Kong Club 裡面都是 和匯豐、Hong Kong Land 那些人 都是那些 很常有社會的人 那 就欣賞Herry Siler 覺得 他輸了在匯豐的項目 還給他另一個項目 所以就進Hong Kong Club 但其實應該是匯豐行先的 但匯豐就搞得時間很久 所以就變成1984年 Harry Siler 就起出來 匯豐就遲了一年的 但其實 開頭的時候 是Harry Siler 有份 如果大家又記得匯豐 稍稍你記得匯豐之前 有另一個小匯豐的 有沒有人記得 有一個很窄很窄的小匯豐 建在那條小巷裡 那條銀行街的小巷裡 建了一間很短窄 建了一年 那就是當時 Norman Foster 他在那個 board member裡面 整個匯豐的board裡面 因為真是大家 他名不經傳 但當時 Norman Foster 他那個整個 最後的決選 是在南非 約翰尼斯堡 不是在香港的 你知道匯豐是很厲害的 全世界 那當時 Norman Foster 都給他 就是說 我們做的事情 是世上未有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 贏了匯豐所有的board member 那種驚喜 因為 我記得 很多其他的scheme 都是起得很高 那不斷用高 來去吸引那些board member 那但是 技術上已經解決了 Engineer在眼前 都不難的 那所以 不覺得那些board member 有什麼驚喜 一個Norman Foster 我們做的事情 是未發生過的 他就是因為 改變了整個 變速的方向 變速的組成 還有整個 選法 材料等等 所以 贏了 但是 Norman Foster 贏了之後 其他就輸了 所以 Henry Sider 就做了Hong Kong Club Henry Sider 也很漂亮 Henry Sider 如果你在澳洲 你也看到他的東西 很喜歡做那些 彎曲的beam 做出了shadows 那他就透過 透過用Sutcher 的投影 去產生了一個建築 裡面那種的流動性 那種的美學 那樣 就好像我們現在 在世界各地都看到 有Engineering底的 造成Architect 好處就是有這樣的 兩者之間 就立刻了 那匯豐不用說了 匯豐我今天 不會花時間去說 只是想說 在1985年 當Norman Foster 成功做了匯豐之後 當然他之後 他壟斷了全個 香港所有的 公共交通設施 這個之後 接著就是 飛機場 紅磡的火車總站 這個 Cruise Terminal 還有這個 Ocean Terminal 前面加了那個舊 都是匯豐 還有幾乎 高鐵 不過是第二名 高鐵第一名 就是AIDAS 你知道AIDAS 一會兒我們會說 那個是Andre Bromberg做的 但是我的理解 就是匯豐 Norman Foster Norman Foster 是第二名的 如果他贏了 全香港 或者世上沒有了一個城市 所有交通工具的 Terminal 都是他一個人做的 他剛剛就失去了高鐵 但是無論如何 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我就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就是我到今次都不懂得做 因為他原來是全新的境界 全新的思維 去將建築 化成了一個 好像 重新組件一樣 即是改變了我們建築的認識 這一點令到當時 因為 當時 Hong Kong Bank 香港的Shanghai Bank 他提出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 不是用金錢去限制 要做 世上沒有的東西 這是很難的 聽起來就說 不限多少錢 當然我們香港人 當時不斷在那裡 很貴 幾億很貴 五十八億 每一塊旅餐 等於買一個Porsche 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經常都用金錢掛了去看建築 其實我另一個平台我都說 那這個其實是很大的錯誤 其實建築純粹是用鬥櫃的話 可能我們杜拜那些都贏了我們 但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看得到就是 他真的改變了整個建築的工廈 以及整個建築的結構的概念都改變了 整個建築的資工概念都改變了 當然我們旁邊有一間渣渣 都在那裡 沒什麼特別都要說 好 另外要說 就是 都是大師 大師在香港 這個其實今天的課題就是 這個就是 Lippo Center Lippo Center 是Paul Rudolf 又是過了新的 那就是1988年 其實他那個前身 就有叫過邦 Center 如果大家記得 邦就是澳洲一個有錢人 他有一間大學的 我記得我當時在 民間裡 聽到很多人 講解 這個 Lippo Center 其實當時叫做邦 Center 我就覺得 相當 曾經叫做邦 邦那時還未破產之前 很厲害的 收求了 最早他是信和的 其實信和投資先 不是邦的 其實我也知道另一個故事 就是信和曾經找過IMP 但是IMP做中銀 那時做到非常非常煩惱 你知道IMP對於中銀 我有一陣子可以再補充很多 很多 side story 這些政史是沒有的 他今天他一百零二歲離開之後 我相信再補充一下 那就曾經找過IMP 但是後來找了 當IMP其實他在香港 他真的不是覺得他好想在香港 留下那麼多東西 雖然他在香港 你哪個是 哪個是 是聖拖長大的 哪個是聖保羅大 是小學的 有沒有這裡 沒有 因為IMP是聖保羅讀的 我那時候IMP做事 那時候我不敢講廣東話 原來他懂得講廣東話 真是極為死 我一直跟他逼著講英文 其實兩個傻佬 應該是唯一會講廣東話的 整個office裡面的兩個人 原來他在聖保羅大的 他才去了廣州 其實看回到就是 因為 信和當時在新加坡 找了Paul Rudolf 做過一些projects 喜歡 在印尼又做過一些projects 又喜歡 所以就找他引入了 因為信和那時候已經開始打入香港 你知道信和是在新加坡 叫遠東的 很大的 他來了香港之後 他就一直想做IMP 就是image building 最後找到Paul Rudolf 所以唯一一個項目 就是Paul Rudolf 因為信和帶入 而建立 我今天所講 我不講本地的AP 要講AP 可能又複雜了 我只是純粹講設計師 他的情況就是 因為Paul Rudolf 很喜歡D 扣來扣去 但其他項目是玩石市的 他在耶穆當時很多都是玩石市的 玩操狂石市的 玩操狂石市的 就是我們中文大學 哪裏的就是brutolism 他這個本來是這樣的 但是香港是辦公室來的 所以我看到他都挺辛苦的 以Paul Rudolf 本人來說 他要這樣來遷就我們的市場 但是就變了用玻璃扣上來複雜了 好像在那個社會裏面 或者在香港的建築法裏面 他都不是很特別的 專門去表達或者去欣賞 但是我純粹想講 名家在香港的故事 名家在香港 當然不可以沒有這個IMP 我又補一點點 讓大家遺憾一下 其實IMP1989年 這個中文 其實不是第一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Sunding Plaza 拆了 拆了幾年了 其實我覺得可惜 如果我們是尊重這些名人在香港的建築 我們這些地產界的朋友 都應該理解一下 IMP不容易為香港做第一件事 這個好像是司徒衛的公路 司徒衛力力去推薦之下 才可以由IMP做了第一個項目 這個Sunding Plaza 當然後來為什麼拆了 原因就是 功能上改變了 例如Service Apartment 那天去過 裡面很大的 那個市場上可能已經不適宜了 還有你知道 他做的這件事 他下面那裏 就不夠香港那些炒得盡的 那種的燈情 他下面很美的 又有個 可以吃飲飲飲的地方 如果大家記得那裏 但是 他的整個這樣的設計走法 到後來 就覺得 用得不夠底 用得不夠盡 那就沒有了 但是當然 這個就是香港太過金錢掛稅了 明家就消失了 所以跟著就隨便中銀 中銀是1989年 當然中銀 是知道有IMP不願意做 因為他爸爸是迫他做的 因為他爸爸就是創立了中銀的 在廣州 佩祖義 但是很有趣 當然IMP做了中銀 到最後他的兒子 現在又做中銀的 舊中銀裏面的大裝修 就是之前那間 先說 這一間 這一間中銀裏面的大裝修 現在是 IMP兩個兒子 Sandy Pay做的 貝建宗做的 貝建宗都不是很小的 都不是P60的了 是他做的 他就嘗試做過Interior 所以我看到其實 北京那個中銀 都是貝建宗做的 不是IMP做的 所以你看得出 是有些距離的 我大淡一點說 因為其實這些 architects的東西 就是不可以 只能夠得到同樣的 那種 respect 當然它是 可以有個積留 但是 是有些距離的 這個IMP是做了 中銀這一間的 東環這一間 好了 那我們 講完了中銀之後 一跳跳到來 這間了 熟了熟年了 Terry Farrell 為什麼我一開始說 為什麼我這次 講這個 香港現代建築 是一個秘史 因為我很神奇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的建築生命裡面 我經常都遇到 可以親身去接觸過很多人 就是跟IMP Terry Farrell 都是很多人親自接觸的 當時Terry Farrell 做這個項目那時候 Selena 你知不知道她來過 ASD interview 你都不知道 就是我 interview她 當時 她Present這個 scheme 我聽完之後 我說可以了 為什麼 她說 This is a rice bowl for the Chinese 我不用說那些東西 因為當時很多人反對她 山頂的居民 你知道她們有些公仔 開始流出街 就不喜歡 她當然她銷售這個 scheme 遇到困難 當時我說ASD 是一個Design Development Unit 我順便是負責 看這些所謂的submission 她就想BD蛋餐回來 過不了 過不了 好像Design Disposition 的height 過不了那一格 給BD蛋餐回來 給一些去決定 Design Disposition 的height 是怎樣做一個所謂的judgment 那我就看了 那她就畫了很多公仔 她帶著幾個伙計 來的 又或者一隻船 或者一個飯碗 那她就覺得 希望用一些比較直接的 香港人很接地的說法 那我反而覺得那個不需要 因為其實 我都接受她的 挺確實的 因為她遲了一盒飯 但是我知道 這個聲音是大的 當時的起在山頂來講 都相當可以這樣說 破壞了山頂原有的那種風貌 但是我又心想 如果她取代了之前那個 我又覺得不是壞事 所以我覺得 我當時都這樣過了 Design Disposition Height 其實香港很少人引用這個clause Design Disposition Height 就是說 你那座樓和周邊的環境不配合 不好養的話 你就過不了的 但是香港是極少人引用的 好 接著一跳就再跳到一路落 就是說名家在香港 當然Cesar Palli 另一個名家 這個猶太人 就做了這個IFC 5IFC IFC IFC 1 & 2 IFC 1 & 2 以及ICC 這個KPF 其實已經相當後期了 尤其1998年的Cesar Palli 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 by invitation 的competitions 可能大家也知道 Rocco也有另一個行動 一個三角形的行動 但是他就 Cesar Palli 選了 就是他的業主選了 就是雙龍基 跟雙龍基 就選了 但是也引來社會一些聲音 如果你們都稍為記得一下 那時候 其實今天還有 Design Hong Kong 一個組織 當然有陸公衛 還有 康斯文文 這兩位 比較關心到香港建築 陸公衛當時 做了一個很大型的forum 就是說 不應該香港 給這些超級高 因為其實他可以拆成幾棟 因為 因為 就不需要那麼高 但是當然來講 我們有覺得 當然 有關方面覺得 香港都可以容納到 就是the gateway 一或兩制 不要太多 我也覺得 是一個blessing 當然我會多謝陸公衛提出 原來香港人 不恨高樓的 不要自家 你看到 杜拜越來越高 越高越興奮 越失控 直接去到失控 如果 上次我在 那次 convention center 那次 你看到 建築去到 去到 去到 簡直是 去到荒誕 已經 一千米是不濕 原來很濕碎 現在去到 越來越瘋狂 那 幸好香港沒有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 這是香港人 最 對於建築來說 最高的一個尊重 就是不需要為高而高 因為高 沒有意義 你見到 杜拜那支 那支 828米 都已經怪到不得了 有一千米 又有人在建 那 那沒意思 那他當時容忍了 兩棟 對今天來說 的 gateway 就是IFC 我知道 如果你們看過 那個ICC的早期的scheme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是尖的三角形 更高一點的 有沒有人看地鐵做過 你就知道 當時屬於地鐵的 裏面的一個presentation 我有看過 很高的 很尖的 正正遇到911 911之後 嚇到地鐵的高層 就說不要了 不要說有這麼高的scheme 當時是SOM的 是SOM做的 Skid Mall Over in America 就是做我們新世界的那個 就不是KVF的 就是尖的 一支好像church 那樣的 因為呢 到當時來說 還是世界上 或者今天當然還有 就是追求那種高建築 去代表一個城市的成就 那還是一個很 我認為很表面的一個比賽 沒有意義的 那還有 找一條天線 很高的 就等於 台北101 台北101 當然是自豪了很久的 台北101 是一點都不高的樓 是靠一條天線的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整天 我台灣我整天去的 那整天說台北101 很高 高過高 其實是低過 ICC很多的 不過它的天線很誇張 高度 十幾二十層的 所以大世界上 有兩種的版本 有些是計天線 有些是不計天線的 那當然是找天線 如果你有天線 當然是用天線的 排名 一大學排名 有很多本花本的 你想自己有利益 就立刻找一個 適合自己看的 但是 因為本來是天線 有車得很高的 又是排到世界 頭二三名 當時來講 Hatranus Tower 想想馬來西亞 起近那兩支 又是靠著天線 很厲害的 當然沒有杜拜 Tower 大家那時候都在鬥 但1991之後 就嚇到很多人 原來一高 就惹起人會撞你 其實香港就沒有人撞你的 但是這樣 是改了這個 成為了這個 便宜了頂 但是如果你看回大致上的排名 我們不重要的 已經排到很低的了 但是其實 很多都算天線 所以現在還有很多國家 在鬥著天線 可以20層這麼高的天線 很誇張 這個就是我們等到2011 好 同樣 2022 其實我們跟回order 之前是1998 1998 不過我再說 順便去對面說 由1998到2004 和2008 又有另外的 這個是在蘿莉達的 Miami的一個 美國architect 帶入了香港建築的 自己的風格 其實他做過另一個 九龍塘都應該是他做的 九龍塘的那個 IFC 那個叫什麼 Bester Ward 都是他做的 Argritect Tonic 是在這個 Miami 蘿莉達的 當然他有很多 世界各地都好 我沒有想 加上Jerdy Jerdy當然很厲害 就是那些 做商場的 那麼我們 Jerdy又帶來了我們 今天 可能又得罪了很多人 帶來了很多人 購物上面的 不方便 因為很多人都不明白 哇 那些客戟很差 越來越差 哇 去商場 很辛苦 無緣無故 無故去到八樓 然後 電梯又發了一遍 一遍 又發了一遍 一遍 這樣 整天都難打了 其實不是 這是Jerdy的特地 很多建築者 喜歡找Jerdy 就是什麼 就是將你 以前來說 我們是一層一層上的 很正常的 哇 但是對於這個 market當然是不行 去到二三樓 那些 沒有人 現在不是 一聲好像 浪豪那樣 一上上都在上面 跟著他又不可以 下回來 又要走到另一個 是 又找不到 最重要是找不到 你找不到 你就周圍去shop 不過 變成一樓到十幾樓 都是 同樣的 這個就是Jerdy的手段 所以很多地產商 就很喜歡找他 我不是壞事 我沒有歸平 我只是想和阿吉特平反 因為阿吉特有兩個很大的 很棒的 被人批評 就是 那些樓當然是 那些很小很小的單位 就賴阿吉特 設計抓 小單位才設計得辛苦 說真的 是嗎 要放到這麼多樣東西 但其實那個不是 那些工具的問題 不是設計問題 的而且是 因為 那些建築者想這樣 那些商場 同樣是 那些建築者 就是想你 扔去很遠 跟著就 穩來穩去 好似 很簡單 你去兩號方 通常你都很難找到 那間店 因為你每次都會 上去之後 跟著死了 又不認得 原來你踏了電梯 電梯又不是 parallel 錯了方向 就像你 festival walk 那樣 所以這個是成功的地方 所以一定 Jerdy 就找到這個 這樣的一個 所謂設計上面的手法 好了 那另一個 就是 Design Institute 為什麼我要說呢 除了他當然很特別 之外 我又留意到 原來香港的院校 都很喜歡鬥設計 鬥建築 原來很多院校 都留意到 就是 他可能他 到回頭 他未是那些 就是 first tier 那些 從香港U 就沒有人看 座樓漂亮不漂亮才進去 通常都是 零職好就進去 但是回頭 很多其他學校 都很想找一個形象 build up 所以香港DI 是真的很成功 他一找了這個 搞了一個比賽 我記得這個比賽 搞了之後 贏出了這個 法國人 贏出了之後 立刻就 帶來了 去到你 是很喜歡的 你發覺原來 做一個Design School 你自己的座樓 都要營製的 所以就變了 原來之後 很多人喜歡入香港DI 當然成績是一個原因 但是都要有一個尊重的 以前香港DI 就分散了 到處有些 柴灣 青衣 沙田 現在集中了一個 這樣的總部 又真是很認真 他是一個飛台 他是透過比賽 贏出來的 我覺得這些比賽 真正正正是他 的意見 你不要理他 他喜不喜愛 但是他沒有 維他肯定精華的手段 所以是通道 他贏出來 我不是說代表 我很喜歡他 但是我只是想說 千萬不要 因為開幕的時候 那些報紙又說 他有一條柱在冷行中間 踩到他一文不值 其實那個純粹是他整個設計 所以你看到他 他做了一個Cross Grid 就是一個Structure 來的 那你Cross Grid這樣 穿來穿去 自然會穿正了某處 那你把那條冷行 一窄一點 他就會露出來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在建築不公道 拿著一兩點 來做嘲笑 好了 同樣 大學 自己去找形象 也是成功 另一個就是 Ren Renshaw Creative Media Center 這個城大 城大的 正校就是中華南 但是他 勒飛騎建了這個 Media Center 也是搞比賽 贏出來的 找了Daniel Lipskin 如果你去過 Berlin 你現在去過 猶太 各個都要去的 猶太國物館 因為本身 Lipskin 本身就是 那些 猶太人 也是 他自己都是 那些 可以這麼說 在戰後 他爸爸 都是 受過苦 的後代 他很有條件 去做 猶太國物館 裡面 那種 很多血淚 歷史裡面 的一個 可以生存者 他就是生存者 當然 他是父親 很辛苦 在戰爭期間 最後他生存到 然後就移民 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 慢慢就成功了 所以都是 你看到他有血有淚 他做了那個 Jewish Museum 很大名 然後他又 在這個 New World Center 又有個 比賽 就是三角形 很喜歡玩三角形 尖來尖去 他在這個 Run Run Shaw Creative Media Center 就 可能大家 在九龍堂住 就見到 但是很多人不留意 當然 他很特別 但是 特別當中 你又要看 你是用Architecture 的Angle 去欣賞他 或是Management 的Angle 當然不喜歡 因為裏面來說 有些地方不是有用的 這些牆壁的 掛東西是掛不到的 等於這個 當時的Poly U Poly U 我也做過他們的顧問 就是怎麼搞定那些 Wall Space 永遠都是Curved War 那Curved War 每一次變得做的展覽 是做不到 他那個 正正經經的一個掛畫 那些東西不明白 你明白 但是 Jaggettature 他名大就可以 呼風換雨 名不大就坐在這裏 真的好慘 好了 這個 大家都可能未必知道 我們有座很厲害的 Robert Stern的樓 Robert Stern 在中環 50號 今天好像是農業銀行大廈 之前不是的 之前是另一個 居住的 但是 看到Robert Stern 他真的幾明顯 看到是那些 紐約風格的 他自己本身都是紐約 他提供到紐約 哪個引入他 我都了解不到 可能我直接不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 獨特的地方 其實他這個之外 還有另一個項目 但是他裡面很紐約 的 有那些登敵 那些 司令 那些 局部的 其實 Dory 或者 轉個頭去買頭樓 你看到的了 Dory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project 就是Robert Stern 香港 你看到香港真的是 挺神奇的 如果我 不知道為什麼欠了一件事 從未由一個人去做一個 一個大型的 Mapping Mapping Famous Architecture in Hong Kong 或者Famous Architects in Hong Kong 可能香港真的贏了 分分鐘 比東京更厲害 東京我找不到這麼多世界大師 香港真的很多 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那個 知識 或者各方面的宣傳 或者是大家未去放過Focus 那 Robert Stern 當然有另一塊 Opus 你們住過Opus的舉手 為何不笑 或者我住呢 那當然不行 因為他的租金都合給你 Opus 當然 Fangari Fangari 就 崩動第二屆 一出現 沙下滴的出現 但Fangari 我想大家最認識就是 Bubau Bubau Gugelheim Museum 一名驚人 令我們 之前特首 前前特首 前前前特首 曾先生 都很驚喜地覺得 原來一個 Bubau 可以將城市起死 回生 當然我們香港 都已經很成功了 但是我很想 就是覺得 如果有些 Famous architecture 香港呢 就是 希望 輝舊 可以展示到 這樣的一個 光環 但是 當然太古的好事 請了Fangari 去做 但是我又看到Fangari 這個項目裡面 他真的做得 有些辛苦 因為Fangari 扭到很瘋 扭到住都住不住 大家去過 Bubau 你就知道 你去過西班牙的Bubau 那些Museum creator 拋頭 因為為什麼掛不到畫 他全部的牆 都被Bubau 刮不到畫 我真的跟那些Curator 聊過 他說 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給我 但是他的名字太大了 所以現在真的看到 原來Architect 只要出名 是可以為果欲為的 是吧 是我們這些 才可以乖乖地 又說 你搞定 我要個單位 130呎 搞定 他是 紅鳳牆都Curved 我真的問他Curator 他說 你們會有什麼困難 他說 你又明白 很困難 紅鳳牆都不平 你怎麼掛畫呢 召起了畫 這個角 整天都是 做得很吃力 但是名字大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回到那裡 如果要叫Fan Gary 做一個住宅 真的挺痛苦 你的住宅 扭結有限 所以他扭得 有些委屈 你覺得他扭得不得勁 但是Fan Gary 的名字大 太古請到 好事的 當然Fan Gary 另一個項目 不扭令的 就是在屯門的 屯門那個 那個態度 把屯門當作為 山卡拉的地方 屯門有 世界名家Fan Gary 的作品 在屯門醫院旁 有個叫做 甚麼Center 叫做 一時升不起 就是一個 Magic Center Magic Center 就是有癌症的病人 去休養的地方 但是他做到好像 一間美國的大屋 有點像那些大閘 一點都不覺得 很Fan Gary 但是 都是好事 原來香港 除了這個山頂之外 屯門都有 但是又沒什麼人知道 所以應該讓大家知道 18區都有名家 這個就是很貴的地方 好了 Asia Society Hong Kong 這個就是 Hulk Williamson Philipine 這一對夫婦 我在紐約時認識他們 他們都是很特別的地方 他們在紐約 就有項目 而成功了 他們做了一個 叫做 American Folk Museum 不過原來拆了 真可憐 我最近才知道 原來拆了 原來這麼大的 原來拆了 但是他因為 他做一些比較 medium size的 museum 和很親切的 他做的那些 另一個 你知道紐約也是 挺財大氣粗的城市 那些東西很大聲 又很巨型 反而這件事 是挺深思細密的 所以我覺得 咦? 好東西 香港的業主 懂得用人 懂得 找到 Tock Williamson 用Billy Tin去做 Billy Tin 我覺得他是 中國人 但是他1949年 在美國出生 所以 他應該是第二代 但我覺得是中國人 他的樣子完全是中國人的樣子 我可能他覺得是 但我看不到他的資料 當然不方便問他 他叫全英文的 他完全在美國出生的 他是Yale的 所以就是 他是 這個是夫婦認識出現 也都不多的 你要留意一下 在世界上 很多時候就是 用夫婦的認識 在建築界裏面 打在一個名堂 真的不容易 有時候夫婦都可能只是 被將他的職位 這樣 你就未必看到他 可以能夠 一齊有這樣的位置 那麼他在 H.Society 做了一件很精彩的建築 大家都去過 都知道 他把那個 以前那個 擺火藥的地方 擺成了museum 然後他穿插了樹林當中 亦都是我們去到才知道 哇 原來香港 還可以有這麼多 這麼精彩的 很greenery的地方 就是他玩得好 他滲透了空間 比較清楚 細節 還有很潔地的 他的東西 看得到他 完全跟大自然 混成一體 我是很喜愛他的 還有一次我都跟到他 在香港的時候我見過他 當時 Todd Williams 來了香港 做了一個判斷 當時我和他一批 我們大家交流了 必然我見不到他 在紐約時見過他 但是我那次才問起 原來 美國的書牌 已經拆掉了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沒有了 好 這個Richard Rogers 可能有朋友住過 盈海 是不是Selena 你的小項目 Selena的先生 應該是他擁有的 應該是 他作主 不是他擁有 他作主 這個就是 行基的項目 也是找名家 有個朋友 為什麼香港有樓 黑奔奔的 哪裡來的 當然 Richard Rogers 就可以了 第二個夠不夠 黑色 黑奔奔的樓 他真是好 他就是因為名大 也要尊重他 好像過了一生 我見過這些人 我為什麼見過這麼多人呢 原因就是 我又不是在浪費 我是有一次 有一個禮拜 要跟這個西九做這個 就是全球的那些 超選這個西九三個 叫做Planning 三個Planning 他們每一個都來過香港的 所以每一個都見過面 但是那時候最可惜的 不能夠拍照 如果不是說 我覺得人生裏面 最風光的 或者最豐富的 就是 和每一個名人都 名建築師一起拍照 但是當時的身份上 有一點尷尬 因為是interview 但是真的見過了 所有這些名人 他們都很想 拿到西九項目 所以 到一會兒看 西九的為什麼這麼大名呢 我們其實就是 懂得搞那個publicity publicity不是登廣告 publicity就是 透過一個這樣的 整個master plan 那個invitation 哇 七十幾個submissions 那個都是世界名 因為每個submissions 裡面就組隊 裡面有十幾二十人 就是A加B加C加B 那個就是EFGH 任何都是名人加名人加名人 所以我就 哇 見識很大 才知道原來 我覺得很恨 做這個項目 我又覺得 挺厲害的 我們當時有西九 當時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香港可以 在世界上 一看完之後 做了七天 每天都有 因為他不能一次做 七十幾隊 每一個都要 每一隊都要 interview 才知道原來香港 是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好了 接著去到 越來越近 2016 designed by ADIS Andrew Grunberg 好像現在自己 零起爐做 因為 ADIS 你知道這間席樓 很獨特 他曾經是世界第二大 現在不知第幾大 他曾經是世界第二大 是聰明的 他的確可以 在香港 一個 外國人去 發展到一個 這麼大的建築公司 建築設計公司 也做到世界各地的大型 特別是上中東 他做到這個 先讓我講 是 by invitation competition 那天 他是第一名 第二名 東 那天 他曾經是世界第二大型 的 美國人 但是 他現在 另在這裏做 他又 變成 Andrew 也曾經 是大戰全腳 所以 看到 香港是一個 定地 當然 中國 而是 越來越近 2018 Hertsell de Maronne 本來都不出現 為什麼出現到 是因為 馬會這個項目 是在大館 記得大館當時曾經被這個旅遊事務處的時候 傳承了很多聲音 很害怕又變成另一個1881 又是變成某個地產商 立了之後變成酒樓、餐廳 或者是高尚的什麼什麼 所以當時很大的聲音 這個聲音一大到最後就是旅遊事務處 最後都退出了 然後就發展局打破了之後就找馬會 揮了來由馬會搞定它 馬會就拿錢18億出來 但是一進了馬會就好處了 又不是政府項目了 就可以打電話叫那些人做 打電話叫Herdel de Maron做的 為什麼要找他呢? 因為當時Herdel de Maron 這個聲音實在太大了 因為他在Tate Modern 然後就去這個我們做鳥巢 已經搞到全香港人都認識他了 以前香港人最認識的是Norman Foster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不會說過Paul的名字 一個很重要的人說 Raymond 為什麼香港每次都中親 都是Norman Foster 或者他只認識一個名字 這個就是香港的問題 我亦都在另一個場合 我真的有批評過 香港那個設計比賽 是有這樣的缺點 是不及內地的 內地是有二層的 他第一個回合 全國找一些精英過來 去做個評判 第二個階段 就找個市長或者省長去選 就是說已經三件選一件 那你就不會錯到去哪裡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很收到很窄 香港就沒有這個做法的 我亦都在前排一個另一個的研討會裡 我亦都提出了香港的缺點 我們香港是甚麼呢 要是特首 要是政務司司長 跟著是立法會主席 跟著就是行政議會主席 沒有抱歉 是召集人 用錯了召集人 跟著就是一個主席 那一出現呢 整天都是看到Norman Foster 是有原因的 不是他不好 我很喜歡Norman Foster的事情 但是你過去香港 為什麼當年都是系列 由匯豐之後打落那十幾二十年呢 經歷很多次比賽 其實都有一個很窄的一個概念 但是今天改變了 香港已經不僅僅只有一個兩個architect 的名字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所以當時Hersel Demirant的名字很大 也都政府裏面某個人 他覺得姚英真的要引入 引入這些世界的名交 因為他未必在西九裡面中 因為西九入了透過另一個比賽的模特兒 所以就找大館教了 所以大館找了Hersel Demirant 找了Rocco 找了Passell 三個一起去活動一個很強的團隊 做得很精彩 開心的 做了大館的兩座東西 一個就是Performing Arts 一個就是Gallery 他要玩這些 穿衣服 你知道現在最流行穿衣服 那盒子可能很簡單 但是他穿衣服 就是求合了這些不同的 食材的表現形式 一類的 用很多的 他好像是十幾個形式 然後求中了很漂亮的一個外形 在陽光之下 在燈光之下 他就透過了燈籠 那當然Hersel Demirant 另一個更不知 現在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M Plus 那 那 M Plus 就有少少 有少少故事 我也大膽講少少 M Plus 的形成 已經是 差不多有一種的 大勢所趨 所以我只剩下四個字 留給你們自己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 因為M Plus 首先他向Kate Modern Hersel Demirant 打向Kate Modern 打向頭炮 同樣Hersel Demirant 在大館已經有他 一個這樣的參與 所以當時M Plus 的申請來講 是大家的評論 都看到他有什麼 的優惠 做出了今天一個 十字 你知道這個 十字 你們可能以為是三號封球 為什麼經常都是三號封球 其實不是 是十號封球 它是一個M Plus 不過就插在地上 所以你看不到下面的部分 看到這樣就變了三號封球 當然 這個三號封球 我今年就大膽一點 因為有一個Demirant 的同事 我希望我先道歉 是不太好用的 真的不太好用 因為很窄 這個辦公室又窄又長 變了進去裡面工作者 就真的辛苦了 它是很Linear的 很薄的 很薄的 好像是差不多 近來這裡去到差不多 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薄的 因為它很薄 變了那座樓裡面 射不到東西的 疫情裡面射不到房的 一定要 是靠這麼多 就用完 所以放完桌子之後 兩邊就窗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變成形象先 或者是它那個 倒回頭它仍然下 就是靠那個form去create 了一個plus 一個字 而得到很多人的欣賞 但是倒回頭用途 真的差一點 下面沒有事 下面這個平台很大 現在我們的展覽庇光大到 中間的校母空 但是 都要思考一下 我覺得是 稍微大一點 窄了一點 這個大波波呢 現在就出來了 看到這個大波波呢 特意 起到韓韓聲了 大家可能沒見過 我們好像快要參觀 聽說 看到這個是 Populous Populous其實是HOK的分支 HOK是在做我們現在 Ruby7的大會大球場 因為大球場本身是HOK HOK是出名的 專門做那些體育設施 如果你們大家都知道 HOK 是一間美國公司 在Missouri 但是它也有很多 這些 International Fort Venue專攻 尤其是Populous 因為這個是PPP 是交給一個發展商 發展商 轉鍵 搞定它 所以這個發展商 找到這個 最出名的 體育的建築集團 去做這個 這會挺有趣的 我希望遲些見到 好了 到最後 Lyric Theatre Designed by UN Studio 很多人都說 哎呀西九終於起完了 我不是的 一半而已 不是吧 真的一半而已 原來 我都在這裡吐了13年 我是第一代到現在 明年過了聖誕 就是第14年 西九 現在一半 其實整體是17個 西九 但是現在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戲曲中心 看到Pavilion 看到Emphas 看到故宮 看見到 黑箱 看見到 然後 有一個 藝圈 現在正在做 tender 還有 New Theatre 在Emphas 也是 UN Studio 這個不是比賽的 我又要修正一下 有些人說 西九是比賽的 為什麼故宮不比賽的 對不起 西九不是全部比賽的 我在那裡 吐了這麼多年 我懂得回答你這個問題 其實開頭是 後來也不是 因為比賽帶來了 對我來說都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是很鼓勵比賽 但是比賽帶來了 全部都爆燈 全部都overrun cause and time 所以很傷害 所以變成就沒有了 所以這就是 UN Studio 現在還在延重延避的項目 我也不想說他幾次起好了 但是現在正在起 UN Studio 當然是一個荷蘭項目 荷蘭公司 他們有兩個人 兩個 當時是年輕的 到今天來講 一百年紀 都看到他是在10年代 起家的 一男一女 到今天來講 就會成功 這個應該是用 True Envelope System 不是比賽 所以比賽已經不多 所以當時在電台 人們不斷攻擊 說這個 故宮是應該不比賽 其實已經沒有比賽了 其實是開頭 開頭那個 Master Plan 都不算比賽 是一個收集的Skin 正式比賽就是 故宮 不是 就是這個 秘曲中心 就是 Bing Tom 和Emper 還有另一個比賽 就是Pavilion 是一個細型比賽 細型項目 OK 現在這裡是 時間是四點鐘 還要九小時 還有時間 開始講今天的正題 先頭的是 Introduction 不要緊 今晚你們有晚飯 我知道他們買了飯盒給大家 我們等地談到大約12點 就可以吃晚飯 好了 我不是想推銷這本書 只是想說 當我們見過這麼多世界各地 香港做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認識我們自己 香港人 在香港做什麼呢 我挑選少了 亦都是想說 不是想收一本書 講到明 我只是想借一本書 去大家認識回我們的香港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很想 講好香港的故事 不過我當然 我又要戴口罩講 有些人不用 這樣就不同 我又要戴口罩講 所以講得不夠腸快 但是我覺得 我都很想為香港講好故事 就是講回自己建築 原來我們香港 有這麼多外地的人 這麼多世界名家 都想在香港插旗 而竟然我們 可能自己都未必珍惜 那是否因為我們 不認識我們自己 還是我們被遺忘了呢 所以有這本書 好了 開頭 那我們想說一下 這裡大家會立刻 會驚醒了 因為這些東西我全都去過 這個中環街市 中環街市 本來中環街市 還沒搞之前 我又遇過很多人問我 中環街市靚在什麼 這麼醜 那我說死了 我說 你要欣賞中環街市 是很難欣賞的 因為它就是 一個四方俠 那麼遠遠地角 那麼1937年的建築 那麼轉轉接接 是做街市 但是我們 如果純粹看這個建築 夠不夠花巧 夠不夠資工複雜 當然它不是 因為它也是 建築的一個發展過程 來的嘛 當然我亦都想補充 我們千萬不可以 在每一個風格裡 產生了一種 不必要的迷戀 同樣我在其他的平台都說 不要煩是古建築 就華華聲 古建築都可以有些是不漂亮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沒有了 它是沒有了 還有沒有了那種 那樣的craftmanship 我們便便 爭取了那種 對它的一個 很bias的一個觀感 就是這個 perception 很多時候就想 嘩很厲害 很難整 但是architecture 不是很難整 的嘛 那時候 動員了很多萬人 的嘛 皇帝想要 那個博士想要 那當然很多人做 但是 最好地方就是你要看建築 是應該從一個城市的建築 學到欣賞它 去回頭 嘩死了 那中環街市有什麼好看啊 這麼簡單 我馬上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是對一個 大家都讀過大學 或者你讀過中學 不要緊要讀過書 很有趣的 我們正在讀書的那個時期 所興建的東西 就在裡面的腦海裡 經常覺得那時候才是經典的 我們現在老了之後 就很昂貴的 只是現在這隻古靈精怪咯 就不喜歡的 你喜歡什麼時候 我哥哥 是我喜歡嗎 哎呀三個月 很甜蜜 很甜蜜 那意思嘛 你今天年輕人 嘩什麼鬼 同樣 因為我們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們將大學裡面 是我們最開心的時間 黃金時代 癲癲癲癲癲 又不用上課 所以變成他 建立了自己對他的特別 幾號 包括阿吉特 都是 你看阿吉特 你喜歡什麼時期 或者你喜歡哪個人 你就知道他什麼年紀了 今天來講 你看回現在 你問你年輕人 不會喜歡Richard Meyer的 覺得那些四四方方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回到 回到 International style 就沒有什麼人去挑戰 因為它是經典中的經典 因為它是 從這個最早期 經歷了幾千年 兩千多年的古典主義 不斷抄襲抄襲抄襲 古典又古典 又新古典 又後古典 最後一變變了這個風格之後 真的改變了整個新官僚 就好像我們文化運動 就是等於我們以前 上一代的人 每個人都懂得是淫屍作對 懂得寫古文 看見我們新白話文 非常反感 到現在我們白話文 又覺得自己是正體 那些不包括我們事 我們不否定 所以看到就是 其實大家都有biased 包括建築 但是它唯一不biased的地方就是 它是改變了整個不同的潮流 或者不同的整個文化致命 它就有價值在這裏 就是等於中環街市 我不可以說是否靚 等於有人問 你覺得匯豐靚不靚 是鐵甲人 鐵甲人當然是沒有什麼靚不靚 鐵甲人是很高用的 那就是它的特色 它就因為改變了整個我們的觀念 對於某樣東西的觀念 所以中環街市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很感謝中環街市的出現 不是因為它只是包含architecture 我相信政府也不太知道這個自斂村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中環街市的好處就是 留了中環街市 中環就不需要另一座高樓大廈 因為這麼大的地址 哇, power ratio 幾多?15 是吧? 吹了聲又走幾100層 那就滿了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政府決定留中環街市 其實是為了不想overbuild the city 所以才想留中環街市 就不是因為那個建築風格感動到某些人 因為真的很難感動到某些人 當然中環街市也透過比賽 大家也看過很多資料都講過 就像Susaki那個玻璃盒 那時候我又有份參與 不是做什麼我做judge的部分 我記得的 那時候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東西很厲害 但是建局又是覺得很貴 那時候你知道 香港剛剛有個 產生一個經濟上面的困擾時期 就是那個金融風暴 之後大家都不想再花錢 所以又擾讓了很久 當然AGC很慘 這間職流 到最後都沒有了那個玻璃盒 那我又不特別痛心沒有了那個玻璃盒 因為我覺得那個玻璃盒 真的挺貴的 如果沒有了它 也都將中環街市本來的原汁原味 帶到今天 我覺得成功 因為我去親都覺得它真的熱鬧 還有它都很聰明地將它本來擁有的 我中間特別要講的 它是樓梯 還有一些光 樓梯就是本來是街市 你為什麼要買菜 還有那些雞籠那些很大的 以前那些很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它是今天來講 它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上下之間的一個接觸點 就好像Rocker經常說 Fruidity 這個詞 Fruidity 就是上面街和下面街 穿過 而這條樓梯透過光 雖然是一個這麼多年前的一個建築 但今天來的功能上還產生到 還有好處就是 它真的帶來了很多地道積彩的一些產檔 就不是給大家大提子、名牌子 它就斷了 所以引伸到 其實看到現在香港的第三代、第四代 都開始珍惜到建築 不是自己是靚不靚 而是建築帶來了一個城市裡面 有一個文化的組織 南豐就是很明顯 一個孫女發覺 是的 上一代剩下的東西 是不是我產了之後又變大廈呢? 如果他變大廈 可能會變了很多金錢 但是又從他自己的人生的歷程來講 可能他引申不到他自己的一個 覺得是一個成就了 我覺得我自己把我上一代給到 遺留下來的 我為什麼做了一件事去紀念他呢? 所以說回這個 The Mule 即是說他曾經是拿廠的一些歷史 並且帶來了一個文化的聚焦 然後呢? 那個地方沒什麼的 他就看準了 全灣沒什麼的 我自己產生了 走先 又贏了 這個就是牛棚的隔離 牛棚的隔離 就是牛棚的公園 這個不是很多人去 所以我今天想告訴大家 地方就是 有時候有些地方 你都要讓我們再在平台裡面去推動一下 其實牛棚後面有一個公園 CX都做的 我們舊同事做的 做得不錯的 它好處就是 這一堆樹 這一堆樹 怎樣都要留下來 那時候我也是委員會的 那時候我們說 為什麼要留下來這堆樹 不要搞它 還有好處就是 它真的整個牛棚 今天來講 它儘管 它不是很大的特色 它是屬於那些英國 它是一個工廠的風格 建築來講 它當然不是有什麼大驚喜 但是 我們香港來講 大家經歷過我們香港 七零年代的千冊 整個中環的變動 這些是值得珍惜的 你問我一下 這些是否精彩呢 我建築上面 我很難代用精彩這句字 因為最精彩的 是七零年冊 如果回看早期的 我今天不是想講 以前的魚和洋行 以前的Alexandra House 以前的太子行 哇 見見都美得不得了 好了 那留下一個 找第二個機會再講 也都很多人講 高天祥都講過了 但是我想講 就是現代建築 反而就是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擺回今天的角度 我們還有的東西 為留下來 保護它 所以去珍惜一下 看看 就算是牛棚 那些未至好 很成立一個文化的基地 原因就是 因为它的電子 交通網 真的不是很方便 我戴不地跌 走我走我走我走 然後這麼遠的 但是好處就是 它有前景 有前景 因為 連對面的那些木屋 將來整天整天 可能變了之後 遭了很多了 那些年輕人會住了之後 這條帆就 一出十年之内,肯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角色 可能他不用变,但是他的角色自然会迎合而来 就是这个街坊老化,最后变成年轻化是必然的现象 对不起,第一,我不是代表里面的人,不过我懂得回答你 我不会逃避,因为我都应该分享这个问题 因为我都经常用那里,我们都知道 牛棚的地方就是,其实就是正正那个矛盾点 就是我们从艺术角度,从艺术家的角度 又不是很触动到我们很想去牛棚展览 对啊,这年我都没有想过去牛棚展览 大家都不想去牛棚展览,那不是 正正大家又不想去牛棚展览 但牛棚又被视为一个保留了的文化区域 这一点就是见血了火花 所以变成了,你说只不开,就不是政府想去不开 是没有人想在那里活动 还有另一件事,又踩到很多人了 牛棚的出现之前是游街故事 游街故事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记得游街故事是怎么来的? 游街故事就是当时在现在的游街一号二号 叫做Oil one and two 之前,即使游街本身就是一个古建筑 后面有了政府仓库的 以前那里政府的仓库大楼是摆存的 因为一直以来呢,是丢空了很久 后来政府便宜得租给那些艺术家 租了之后那些艺术家就开心到死了 很喜欢那一套,当然很喜欢 在这个城市的重心 但最后都要天产 建成了今天是不是长江 建成长江的project 我不是对长江有什么不利 而只是当时因为要搬 一搬之后,游街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组织 就说我们要争取游街的权益 所以政府就想到,不如给牛棚他们 但一比起牛棚,他当然有一个優先权的 还有优先权的,还有很便宜的 那很便宜的,原来也有后遗症的 我又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那些艺术家常常都说 香港很贵很贵,为什么政府不津贴 原来很便宜的又很便宜的问题 等于我们公共屋间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便宜到用来摆东西 去到牛棚 我的朋友都在这里 所以我不敢得罪他们 因为通常又有轮架床 又有麻雀桌 都挺舒服的 因为很便宜的,很便宜就不会珍惜 当然现在政府正在投行 因为他便宜到他自己失去了 再重现的生命力 因为很便宜给他 所以一定要想一下 我听说会有第二个政策上面去慢慢调节 那些政策留回政府回答你 那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从事我作为艺术家 我都不太记得自己 为什么不在牛棚展览 因为就算有展览 都少了那种动机去参与 而且先从事我所说 他的邺寺 他未产生了那种 那种 Hinterland 效应 他未有那些年轻人在那里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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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要这样才是过瘾的 他没有了 全部都是老人家 还有整车 都在那条街上 所以未停地后 和地铁站 就是稍为远一点 所以有个缺点 但是我觉得迟早会改变 读了这问题 一会再回答一下 这个就是山顶 山顶就是 有点直接讲一下给大家听 就是 这个是我希望在山顶 因为感染了我们香港过去历史里面 所失去了很多样东西 很愿望 希望在山顶公园里面 做回到我们失去了过去历史里面的面貌 尽管所有那些建筑都是新东西 不是旧东西 不是1841年剩到今天 其实是新东西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环绕上那种风貌 去再呈现 无论你觉得 也都 似不似都不要紧 都觉得是有一个 以前的 我们的旧山顶里面 那种这样的形态 为了到今天 当然山顶有个历史 是不是它光彩的 因为它 以前是有个 不同的制度之下 它只是给外国人可以住的 只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住的 那就是河东 河东西建了一间中国式的建筑 不肯定又拆开了 那这些我真的觉得很生气 很生气的 很难得的一个石果锦泉的 一个这样的建筑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今天不讲政治了 但是我希望能够做到 所以这一点都是我自己当时提出的 将山顶做回到一种这样的 旧风貌 那这样就撇除了政治的考虑 这个是2008年的 不是很新的 不是说有之前的 是后来发生的 好了 那这个医务密码的地方 就不是杭州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我们的 姚中仪馆 我后来又在姚中仪 和刘志鹏一起讲 讲的问题就是 历史会发计划的得与失 那么类似的 因为历史会发计划 其实都很多声音的 今天来讲 有些东西倒了 有些又剪了头 又没杀人去 有些又做得不错 有些又赚钱 股票又好像又开始出了问题 所以就是有个这样的forum 我将来又会在那里讲 但是呢 今天不是说得意 今天想讲就是 原来可能市区里面是荔枝角 原来可以还有个这么梦幻的 这个是直接是杭州来的 我觉得 原来上面其实是 以前是精神病院 后来才做了肌留所 跟着又整个又变了 我们的这个 联中仪馆 上面是酒店 下面就是联中仪馆 你需要计划的那个lecture 我相信可以讲到 其实每一个项目 经历了很多 因因缘缘 很多困难 而产生出来的 其实大家都没有责任 大家都没有错 只是 阴差阳错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另一个 好 抱歉 这个等了很久的 东九文化中心 就呈现了一个壳 现在我就经过九龙湾 整天见到 这个东九文化中心 就是Rocco 今天我选择这些 我是纯片选择的 可能有些人觉得 为什么没有提到 不要紧要 其实纯粹我是分享会 你买一本书 才提到多些东九文化中心 建了很久 为什么建了这么久 哎呀 那个contractor大鬼祸 那个contractor 就是 搞到 那单项目 现在脱车又脱车又脱车 那一段离笨 好像是 搞到很轮盾 但是 都会完成的 完成了之后 我想这些 大家都可能未必明白 为什么西九已经一堆东九 无端东九又要起舊呢 嗯 那是为什么 但是问题就是 东九都开心的 因为那些居民 因为那里的人口越来越多 九龙湾到 一直到半堂 游堂 都需要游 那其实 又看回另一个角度 就是说 是不是一段在地区性 因为我们想回 Date back to 九七之前 我们香港还是分区 区域事件局 和事件局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大家 分布这些 所谓文化建筑群的 但是 当然也是有个失败的地方 我又要承认的 因为当你香港 那么小 土地的距离那么短 是不是需要 用十八区去去建这些东西 还是你医院 当然需要 警署也当然需要 但是如果你要文化区 都要十八区这么建 因为遇到很多都是相当 不理想的 包括元朗剧院 不理想的 就算葵青剧院都不理想的 沙田 全部屯門到处都不理想的 因为它是聚焦不了一些 当地的东文化的群体 如果香港那么小 那都是半个小时 车就去到各处了 所以变了 由那个阶段 去到后 为什么形成了 我们西九要group to 一个same place 一个same area 就是想带来了 一个所谓羊群效应 希望互相之间 影响到互相 去有个区里面玩了一天 如果不是呢 有些地方 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叫做电影资料馆 真可憐 其实很精彩的 电影资料馆 是香港所有 香港最光环的 我们荷里活No.2 的电影响晒道 没有人记得去了 已经 都不记得了 原来在德鱼冲 西班河 是的 我喜欢去过一次 那次我租给云波台 走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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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很痛心的 这个就是过去很多时候 今天可以拿来讨论的 因为历史证明是失败了 香港的地方提示 其实你再拆去区与区之间 去搞这些文化事业 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成功 也不是说外国那些 共不动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的距离 我们都是 15分钟到30分钟就到了 每一个距离 所以 不是一定再需要差不多 但是不要紧要 有个东九路文化中心 我们都会英俊的 这个呢 迟了很久 我笑一下Rocco 我这个其实 你第一个项目 香港文化项目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他起了很多 Hong Kong 他第一个 但个个就以为这个不是 其实这个第一个 不过他起得慢 反而呢 故宫就上先了 出了来 故宫就是后面那个 故宫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故宫 你也知道故宫千万不要看外形 你看里面 因为故宫他精彩的地方 就是 故宫是将中国的三进 一进二进三进 他就打动了 打动了 将三进的概念 每一进是看到香港一个的景象 他每一进是一个atrium 每个atrium 对香港东南西北不同的方位 有一个这样的atrium之间 透过我们将中国文化 我们说五千年 当然三千多年 一路一路穿上去 那时候 经过一块很远熟的 另外的囚段 一路这样一路scroll上去 一路转转 转上去 因为中国建筑是提顶的 是提了roof 那我们的roof 就是一个透明的roof 浸了阳光进来 那将中华文化和香港的景象 大家求成了 一路上一路上 一路有惊喜 那这个就是 brocco所说的 《柳暗花明佑一村》 他就很强调这一点 亦都是大家将建筑 从内去欣赏 不是从外面去看法 这一点 值得去看看 好了 那这个 这个监仓 我们很喜欢 我就放这本书 放在Chapter 1 大家去过监仓吗 这间是一间葡萍酒店 哇 没人知道这个葡萍酒店 原来在北角 那里是清风街 那里是天桥底的一边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当时我立刻要找这个设计师 名叫林 林伟明 我说 我为什么会这么欣赏他 除了他很低调之外 我说 为什么香港找到这么傻的development 让你搞到整间 门口是这样 是一个酒店 你敢不敢进去呢 没有招牌的 要按钟的 是的 还有 整个 那个 那个 明十三零里面的感觉 是的 但是进去 很厉害 我 除了我 不是说 纯粹 因为我很喜欢minimal 不是这个 是 香港怎么能克服到一个client 给你一个 又不是很出名的designer 我就是得罪他 我真的觉得他不是很出名 但是他真是很厉害 港服他被你做出来 都是由他里面 我很有惊喜 怎可能香港真的难找到一个 你通常说很elegant的 minimal 当然都容易见 整间东西 黑蒙蒙 然后又好像重门心所 好 没事了 这个 第二个 Rocco这个scheme 就是 珠海书院 珠海书院 现在叫做 但是 当然他这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开头的时候 我时候所说 世界名家 每个都在香港 想插针 当然一个 当时最活跃的 就是Ram Koolhouse 一个光头佬 来的 那时光头佬 那段时间就在香港 尤其是 吃西九 我们三个scheme 他在游戏的时候 他就在香港 他就不断的去希望 影响到很多人 那他也拿到这个job 的 SOM 其实是 OMA做开先的 但是做了 做了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很多的cost 的factor 是大到 珠海书院 亦都令到BD 亦都很多困扰的地方 所以后来 才找Rocco 去摘了手 所以当然Rocco 在做的时候 亦都是 GIVEN了一个foundation 去做 当然很大的 制装 但是都很好 他玩到一个 精彩的房 大家去过 你会喜欢的 因为 我开始说 就是 你No.1 No.2 的大学 当然不是很担心 那间学校 是不是漂亮 你明考 七优八优 那当然是进了香港U 但是 到关键 如果那间学校 同样有一个 很漂亮的校园 那其实在学生 都感到 有些自豪 所以我觉得 我都很幸运 看到香港的学校 留意这一点 就看回 其实有些人 经常讲的中文大学 我真的觉得中文大学 那些学校的校园里面的 个别的建筑物 其实他花的心思是多的 其实是相对来 很高 刚刚于早期都很漂亮 但是后来那些是特别的 中文大 那当然这些 更言之 它是一栋楼 那当然是二角 但是其他那些 是很多栋楼 所以很难 你维持到整个 所谓的建筑风格 所以 稍后留下大家问问题 好了 那这一间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玻璃盒是哪里的 这个玻璃盒 是的 有没有印象 这个是博富林 这个是摩星岭 摩星岭 那一个设计者就是 冰汤 冰汤 很特别的一个人 我刚才很尊重他 他虽然过世 但是 他是难得的一个 对香港很有感情的一个 曾经香港人 他几岁离开了香港 那他曾经离开了 他很小的离开了 他去了加拿大 就是根据没有移民过众 但是他一直对于这个地方 他有感情的 所以我看回头 他隔了很多年之后 就是少少尼加鲁大会 他在加拿大 在Wingcouver 很有名 做过一些concert hall 做过一些业势 那些都已经是 形成理就 拿过很多奖 但是香港真的好像发觉 没有人认识他 也都很想在临路那间一段 他在香港做到事 做到两个事 一个就是 同步的 其实那时候就是 一个就是 撲炮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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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小的机会不多 你要保留本来河先那间 那间别墅 和这些中国式建筑 说真的 我们都很难搞的 因为太过瘦残于那个风格 同样的另一件 都是比赛的 那当然是芝加哥大学的board 里面去 选出去 袁天凡是 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doner 那 欣赏了他的设计 那所以 我们跟着 也都在这样的阶段来说 就 赢出了那个气谷中心 但是 别穿气谷中心 和芝加哥 University Hong Kong 我们喜欢这间多一点 那 因为他做得很通透 他环绕着整个 那里的树林 那里的山势 去处理了一个 billworm 也是一个curve 咬住了那里的billworm 所以变成自己 不是很强烈的 他就正正融入 还有他就传玻璃 他传玻璃 他就将周边所有的树 都投影到自己的建筑物 你就更不觉得它很大分 那条路不宽 你也记得 穿过那条路去 那里叫Mount Davis 不宽 但是你又不觉得它有很大的 东西 所以他做得好 这个 作为一个architect 我们经常都说 今天都经常在罵architect 太大座了 那些楼 不要这么大座 那他就真的做得不错 那当然另一样东西 大座就是地局中心 所以我根本没有放出来的 好 这件事 这件事没什么人知道了 这件事 科大的 科大的新校社 Jaw Auditorium designer 一个香港女孩 叫Albert Tang 她是中大毕业的 三年班 然后去了美国 那也是香港的精英学生 永校 去了美国 入了Yale 就没有读 那后读了UC Berkeley 接着就 上欧洲 和一间职楼 一间大公司 合作了之后 就变成了下周区的 headquarter的总裁 那他们和他先生 就设计了 Shaw Auditorium 那这个是科大的 其实科大本身 早期就是三明关的 同 type участ 用特所以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同一邊的风格 到后来開始慢慢 vaya 便放进 其实是第三个人 就是那种 اص的混养 但有很自然的感觉 还有它的特色是在其他外面 可以变 leaders 所以这个变地都是香港常识的 因为他能够 除了理出局之外 又因为它能够 其他人需要 account 除了理出局之外 就是一个很灵活的 architecture 或者很灵活的 宿主性才能做到 所以最佳要去 news 好了 這隻飛碟是在黃大仙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18區區區都很精彩 這是我們以前舊同事的作品 黃大仙這個飛碟的出現是因為當時這本書有講的 是一個跟當時的區域會 因為我們搬走了一件東西之後就要蓋東西給他 所以就一門一的搬走了什麼 搬走了去福宮碼頭 福宮碼頭曾經向福宮碼頭 曾經向中環 中環肯定是中中硬位來的 以前皇室承見上岸 那時候還沒有Queenspear Queenspear是跟當時同事的出現的 所以當時是把皇室承見上岸 搬走轉轉轉轉轉轉轉去 搬了去這個黃大仙這個摩士公園 做了一個糧瓶 但是因為我們要搬走它 擺回去赤柱 所以那時候區議員就 不行我們沒有了一件寶物 我們要愛一件東西 所以換了一件給他 換了這個露天狂牆 露天的一個地圖 但是因為露天的東西 從香港來說太熱了 基本上無法發揮 發揮不到功能 後來又要鋪個頂 但是現在發揮到功能 我又不知道 因為COVID-19之下 有很多沒有了這樣的Assembly 現在氣候又少了 這樣的機會去搞Assembly 好了 這個我就很興趣的 就是這個 好像國家圖書館 一本一本書 其實裡面是骨灰暗 這就是很美麗的石 我都在其他場合都說過 我問為什麼香港最美麗的建築 就全部都是那些先人建築 因為是先人 沒有人去過問 所以從黑叫石的角度看 都有蠻大的諷刺 原來是當然沒有人過問 這些建築物就可以發揮到 你盡資 如果很多人給意見 你就很辛苦 這就是因為沒有人過問 所以就可以做到自己 有些風格上的可以選擇 很不成功的 幸好有很多電影的題材 都借用它 你留意一下 我們那些景彼片 都很多時候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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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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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最大的用途 尤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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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拍那些竞技片 不是太多人去过,他一定会找的 他们最怕的人认得到,他就不敢用了 好,这个很精彩,这个就是在 许侯湾,去过没有?许侯湾这里 这里很漂亮 Alvin去过,是吧? 许侯去过,你看到就是 香港绝对有靓建筑 靓建筑的原因就是,只要没有人过问,就有靓建筑 很多人有意见多,最后就会是一个compromise 这个是Thomas的另一个作品 很漂亮的华向,海下 海下就是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所有旅游中心 但是看回来 如果我们不是香港有这么多人才 我们其实 随观有这样的地方 可能都是浪费的 所以要给大家一个信心 我们是有人才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好像先生所说 之前全部世界名家才行的 其实后面这些 同样都可以做到好事 这个就是MC 冲 这个是青衣蓝 青衣蓝的一个体育馆 这个是油水的动作 这个是油水的动作 这个我应该 何师傅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动作 如何拿这个奥运冠军 这个就是整个手的动作 说出了就是 原来我们的天花 都可以做出了 跟体育有关的 一个style 做出了一个自己的jecture 是很有趣味的 这个是新鲜的 这个就是油加二 油加二就是在油加一的旁边 周边 以前曾经是政府仓库 就变成了这个 长江的豪宅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油加二 都开放了 其实 我展出来就是让大家知道 香港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只是连很多截策争议过 好了 这个更言之 这个我最喜欢这个 简直就是Hong Kong Useum for part 大家例子都是 这个是 这个是 Crematorium 来的 这个是 就是我们的 Crematorium Crematorium 不是不是这个是 Holibarium Holibarium是什么 我拌乱了两个字的 火葬墙 火葬墙是火葬墙 我整天撈乱了两个字的 火葬墙 那些人说 我真的被museum of art的 那些creator看我 好正啊 那时候他没见过 没建好那时候 我说你知不知道 香港museum of art 好正的 看过没有 我说真的好正啊 哪里哪里 日本啊 不是啊 没合适 那才知道 香港可以有好东西 但是要给三人 好了 这个就是 这个容易一点 就是多多人留意到 转石山 近一点 还有还有天然地方 很明显两个方 扣住了的 周边四个桌子 我今天不会想讲 太长这些 建筑里面的术语啦 其实就是 当然他没有很多 行家啦 但是我相信 多些时间大家分享 这个 另一个选择就是 林坎天地啦 九龙湾啦 他的特色就是 将我们的green concept 尤其是Crematorium 应该很容易切地去讲 我们将怎样 我们做灵摊 带到建筑里面 我们朝着这个方向 突然之后 我们都没有冷气 没有灯的了 是的 所以就是一个 未来的 要留意一下 建筑里面的 那是什么 因为这个建筑物 就令到很多人开始 留意到 原来香港的体育馆 可以这么漂亮的 这就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车工廟 那体育馆真的令到太美了 那当然太美不应该有太字 是好事来的 千万不要用价钱去判断什么为之质素啦 最重要就是 设计令它真的发出心思 不是要复杂 同样来说 也要有很多的思考 这个就是一个学校 像启德的学校 这个是何秀辣中学 何秀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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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阿忌提里面 都是汤米斯的作品 他很喜欢玩这些 Fight Base 很喜欢玩木条 很喜欢玩材料之间的互相扣合 这个就是每个阿忌提里面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风格 一等于我们才能变得山下滴滴 一平一平都是他的 就去的了 Lipskin就是三千八个 嘟来嘟去的就是去的了 但是倒回来 Homis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怪物 这个怪物没什么人知道 这个应该在九龙堂 九龙城的宣度小学 这个就是Manshield的作品 其实他同样 我认识这本书里面有70多的 包括他 都讲到原来他自己 读书的时候 或者他毕业之后 他跟哪一个大师去 大家work together 带来了 对某些东西的一些的喜好 这个阿杰特的名字 我不敢拼音的 怎么拼音的 你懂得拼音的 那个美国佬 很大大份的 我不敢拼音的 你拼音我 我多数读错词的 但是他是在做的 所以你看到他 很自然的 这些很自然的 这个小小的 这个就是 我想说 香港今天来说 是需要多一点的比赛 比较年轻人 有发展的机会 有 未发现的机会 这个就是一个小比赛来的 就是 天文台搞的 很大步的 一个 Tidal Gauge 浪的高低 浪的高低 然后 这个是比赛来的 这个是 Renderling 正在起的 好了 接着当然有些豪宅 豪宅就不要千变一类的豪宅 这个是Steve 两个 给女儿 用来 煮食的地方 这个是南亚岛的 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我吃的那些 米芝莲 自己给女儿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要 服务的一个 但是很漂亮 我觉得很漂亮 因为我很喜欢 它不简单 两个盒子 购买 那它的木是 听说是在广州 买了整个木船 拆了去 我们做里面的 Betcher 所以里面那些 外形 那些木 可以耐很多 这个就是我之前的 一间屋来的 不是我的 但是 都可以看到 不同的手法 这个就是唐英田间屋来的 你欢迎去里面 喝杯酒 我想晚一点 我们去吧 这个就是特地公园 大家都明白 这个是尖沙咀 今天 是不是 Starbuck 占领了 好像 Starbuck 继续占领 好像招牌越来越大 其实就不是他做的 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 透过比赛之下 vpeng 去得到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 不明白 西九 本来是 这个 Mplus 和这个 气候中心 比赛 唐先生要求 加一个项目 这个是后加的 所以我要 否定了 坊间所说的 有些项目中途 然后为什么 又没有问过什么 没有问过什么 没有问过什么 其实 是可以 真的没有问过什么 这个都是 没有问过什么 之下发生了 因为当时来说 就是很害怕 就是我们 整个西九项目 全部都是外国公司 拥断了 我们不是介意 人家外国人做 有些什么 对还是不对 而是问题 香港人的自己 有个文化区 有没有一个机会 制造了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到最后 决定 建设了一个 这样的 small project 当时提出 2千8万 变成4千多万 卖单 但是起码 搞了个比赛 都很多人参加 因为这些 scale 一世 大戚楼 自不然 不会投入 去参与的 因为 赚不了钱的 你知道 你这些分分钟 都是得个造劫的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 实践 是起到出来的 不是只是有 华国公者之后 然后报纸就收山 所以他们 被起了出来 这个是 唐先生提出 说要搞个比赛 他当时 我是那时的 board member 大家就 觉得好 不如产生这个机会 我做了 judge 幸好 因为打开名字 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 因为真是完全不知道 真是完全是靠 靠 number 但是如果杀出来不是的话 那也没办法 但是很想是 给香港人 还给年轻人赢出 所以后来我 跟这个 VPAN都讲起这个问题 幸好 香港是 制造了这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现在是多了 这个真的是 今天来说 法国是 绿绿组组都 带来了年轻人 参与 比赛的机会 所以 我又想说一句 公道说话 说年轻人少机会 其实是多机会的 不过你不参加 就没有机会 因为以前来说 我们哪有比赛 出了一次 山顶 杀出了 都不是我们 能够的机会 之后就很少很少 接着做波大 你怎样可以做到 两个年轻人 怎样做整个波大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就是smaller project 我们也知道 可能是新毕业的 既然是旋иру 就是那个多机会 的硬派 dan 他出现 dijo 就令到很多東西都慢慢失去了光環 現在只剩下好笑的Gallery 曾經很多 這個當然又要欣賞一下 就是TOMAS 另一個項目就是沙田 陸杖區區 陸杖區區就是環保執拾很多舊東西的地方 去玩一個project 是很興奮的 這個外形不是很誇張 但是正正是不誇張 其實就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也沒有去過的正身書院 正身書院就是被年輕人解讀等等 重新想做好自己的年輕人 當然有個很好的校長 有個陳校長加上Anderson這個architect 大家付出了很多年的代價 完全沒有收入的狀態之下 去達到一個這樣的項目 我們要尊重的 當然這個就是French School 在將軍澳 這個就是Alpha的 打一個個洞 其實這個洞透光裡面很漂亮的 這個就是我們Museum的部分 因為我們香港的文化事業 經歷了過去一段時間 比較被批評的很強烈之下 慢慢做著改動 其實這個項目呢 其實間接著來說都是西九 觸動了要改變的 因為西九 因為泰哥 可以這麼說 很大的一個world issues 去promote我們西九的新形勢 新形勢就令到安民處的設施裡面都受了壓力 不行的 我們要重新找個機會去refresh一下 去re-renovate 所以這個也是借擴大空間來做了一個很大的renovation 重新洗禮 因為之前真的批評太多了 我都不敢批評 因為可能是一些舊朋友來的 但是事實上也是一個面對新的形勢之下 要改變的 包括最好的消息就是 沙田的民國博物館都快要改樣了 希望看到了 因為這個來說我們都批評了很多年 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我不是說謊 我真的很不想自己在那裡有展覽的 不是說不想 是真的不是很 因為很害怕的時候 那些朋友去看完之後都會有些失落 因為它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 沒有了那種的文化環境 給你那種這樣的現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有一個改變 這個是功德無量的 接著就是看到我們的海防 變化都很大 很成功 觀塘是非常成功 講到現在的觀塘 已經是從一個以前的 搬來蘭茸茸的一個貨箱區 碼頭的上落區 整個海都是垃圾 到現在拍滿遊艇 很精彩 中環有大草地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我們記得過去 我們去過很多次 Kelvin都跟我們去過很多次這些 不是說旅行 去過很多次的講座 那些講座 或者所謂的forum 整天都會說 人家這裡很美 那裡雪梨很美 那裡雪梨很美 等一下又說 Kolbenhagen很美 倫敦的South Bank又很美 那裡都很美 那裡都很美 即是在各種區裏面去製造自己的成績 那我們所說的美 當然不是純粒是建築上面的 비拼 而且市民裏面發生 遇到那個感受 是覺得跟那個海 跟香港產生很密切的關係 這就是正常的地方 所以到這裏看到 終於我們可以到海中間 去看到香港的遺景 香港真是領在的地方 這是我自己拍的 很多照片都是自己拍的 你看到原來就是 在正在海中間 我們平日不能擁有 我沒有遊艇 唯一就是有個海堤 原來一直都有的 不過不開放 現在已經開放了 原來是可以 尤其是西九來講 很成功,沒有了蘭河 包狗可以走來走去,可以搭帳幕 那就好事 這就是香港所見到的未來的香港 這一點就是我想今天 去到這個階段給大家分享 好,五點正 咚 好,謝謝 很感謝馮教授很精彩的演講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簡單的問答環子 如果有興趣發問的朋友 可以舉手發問 我現在也有一個人在網上發問 不然 不然 你不開的 那些展館 那些建築物不開的 不如你說 老土一點 你建造咖啡 或者建個展覽館 展一下牛排的那些展品 介紹一下當地的歷史也好 完全不開的 因為沒有人用 所以不如老土一點 你租給人開咖啡 可以食肆也好 就像姚中兒那裡 介紹一下當地的歷史也好 完全什麼都沒有 其實政府是有計劃 是有一個動作 有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不可以再依附著當年 因為遊街那個 那個優勢 有些人在那裡長期用 可以經過二十年 是一個very low rental cost 所以 希望每日後會有 那個方法 還有那個香港電影資料館 我自己有去我本身都很喜歡看電影 但又不是物盡其用的 每天只可以播一場電影 還是七點半那一場 那我譬如我下午 或者早上去看完一輪展覽 最多看兩小時而已 或者去圖書館那裡看一下這些書籍 難道我等到七點半看完這場戲嗎 你講得很好 我覺得其實今天呢 最重要的是 我就當作出戲代就行了 我不要緊 我很喜歡被人 把所有的問題 都放上來 因為我可以 將它權責到有關當局 或是可以有 有些機會權責到有關當局 他聽不聽到呢 我又不擔心 我每天都說 我都兩成三成 都是最重要的 盡量表達 有些什麼出戲 說 很多東西錯了 不要緊要告訴我 我聽完之後 我都盡量濃縮 有些人說沒有那幾十地 沒有任何人呢 其實主要就是我覺得 錯了 你試著放上去 鮮沙水就沒有了 一定有些人可以看看 舊件的 但你現在都 我不去到那一段 我以後租房子 租房子租房子 租房子 租房子租房子 租房子 租房子租房子 我以後 經過一份 加拿大 去民主 當時 每個區 都要爭取回自己的地方 去建造 所以 就會變成這樣 掉散了 但掉散了之後 香港真的太小了 其實是自己維持不到 生存不到 所以現在 掉散了回到西九裏面 有一堆東西 當然一個很可能是批評 那你在那裏 油麻地 只是威風 你油麻地 這麼大堆東西 他們全面又沒有 五行又不夠 現在很差 但是問題是 租房子 真的不大 那我就覺得 好像現在西九不太差 我記得我都很批評 我自己是西九裏面的人 我都很批評的 我都很怕就是死了 做完之後 會不會是 成星落塑 不是的 現在真的挺熱鬧的 不用宣傳都很熱鬧的 所以西九裏面是有份額的 還有現在 我們還未開放邊境 現在不開放邊境都OK的 每天都四五千人 都很難的 那我所以覺得是正常的 還有 看回轉頭就是 很多人罵 就說 黃金地鑽 這裡有幾千億的 你建了很多大廈 那 蓋在面後 你都建了很多大廈 你會成功的 其實這個社會 它是真的要有 公共分配的 不是說不爽 建了大廈 就是用一個好 民主的角度 這樣 全香港建了大廈 之後 全部流行平衡 那就很棒 當然不是的 這個城市是不上去 一定的城市 你會有角度可以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 又清醒了 我們現在看澳洲去西九澳 我經常都看到市民的反應 它不像之前 之前很多人都說 很浪費 很浪費 建了一些大廈 沒有那麼貴 建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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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過很多報紙 我都會罵 我自己都覺得 會不會是建了一些 建了一些 但是原來 看起來 很擔心 有人用到 沒有用到 就很開心 你先想想 現在那個 整個 整個 是正工作的 當然現在COVID-19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但是你所說的 反映的話 我絕對會反映 其他有沒有聽聲音 我想講講 就 謝謝你的 政策演講 那我就覺得 不如我接觸的 在柴灣有一個 叫Youth Centre 另外一個就是 PolyYouth 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設計 我想你 就是Youth Centre 就是柴灣來講 挺大的 但是我在柴灣 走來走去都不想進去 不知為什麼 即是吸引不了 或者是Youth Centre 其實那個建築都很漂亮 不知為什麼 不想去 走過都不想進去 另外一個 PolyYouth 現在就 不不一般 你看到它 又整個 Innovation Centre 是的 Innovation Centre 很怪特 它跟四周圍 又不是很協調 那我想給你一些 評論 這兩度的地方 首先 我不會覺得 建築 可以為是 今天的過題 但是 我都很想聽到 就是 有這麼好的 字幕 這麼好的觀眾 去 整體的訊息 首先 Youth Centre 我又說真 當時是董建華 很好的一個願望 他就覺得 那些年輕人 是不是要有自己的天秘呢 這樣 搞了一個Youth Centre 出來 選了一個室內 這個 就是 現在 今天再看 真的 香港這麼小的 來國際 真的要愛那種 接觸效應 是要的 如果不是 你一掉了之後 是不會成事的 所以 可能是一個 避免錯 如果Youth Centre 扔回來 在西九附近 就可能已經很多人 因為現在西九 我們不停在想 就是要給亞特有個 空場的 或者有個 自己一個 對於自己的地方 就是好像 香港DGC 即是 一片尾OK的 沒有資格 一片尾就失敗了 做不到 那這一點 是怎樣 你說 你是要的 你是要的 那個設計 就是 那是 可能地方有限 那突然間 他就做一個 Innovation 什麼設計 就是 你講的 就是 它的設計是很先進 但是他好像 不是很協調 那個地周 哦 其實我本書有講的了 我都講得很清楚了 很失聚的 不好意思 當時拖禮 開頭就是 CNP做的 CNP整個西根 拖禮的前身就是 香港 什麼 香港工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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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在那裏 因為當時瘋子洪陷 洪陷很多工廠的 曾經現在洪陷 工廠當然可以 當時很多工廠 香港還沒有殺到那麽遠 還沒有殺到前門 還沒有殺到那裏 所以 很多人都來自那裏 因為上一代 好像人陸那些 航海 對兵的 或者在那裏出生 所以 本來就是在那裏 發生了 就想不想 學校長大了 之後 就找CNP去做的 各專門做 就是學校的 Coprate 或者Coprate 當然 一去到大師 我本來就說 一到大師 就不會理你 可能他寫了很多 學校的 很多的意見 都不會看的 那就是大師 大師 就是要那裏 零類一些 所以你說 很大 也都 你如果找到 三下司 他不會幫你做那裏 房子 這樣 他就要 好 這個又另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可能 今天 應該我們另一個課題 其實上次 我們在 補貝那裏 多想說 為什麼呢 其實都不少 Architect 都在擔心 就是不是證明 香港 是證明 整個世界上 其實就是 嚴謹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Master Architect 那種這樣的 自我形象化 去到已經 將Architecture 變得 變成了 純粹自己 是一個 Monument Building 是否為了社會以前 這件事 我有批評過 我有批評過 因為我有些小聲音 但是 幸好我又不是很嚴重 以前 195舊 你看完 我放了幾幅照片 給你看 你馬上 明白了 我還有Part 2 這個Part 3 你看這些 紐約 我上次被人看過 是新的紐約 搞成這樣 是新的 還有五棟獎品 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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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些人很飄飄然 好像香港 不是搞成這樣 香港 真的醒覺了 香港的醒覺 就是 那兩棟樓跑出來的 一起了那兩棟樓之後 立刻 那辦公室就說 死了 如果再不出辦法 去做個區 做那些所謂的 i-control 那些 就是這樣 那些 i-control不了 我想 有網搜過 那些故事 原來 那些人 都可以 搞成這樣 這些是Bank Gary 這個沒事 我都很討厭這個東西 在倫敦這個 你敢記大樓嗎 我都很討厭的 我都去到 我自己 我都分享到倫敦的新樓 我真的覺得很討厭 當然我不會公開說 但是 真是珍求之間是很不容易 你看看 這個台灣的 這個愛河 很醜樣 這件事 很醜 你做完這個 這件事 你做完這件事 你做完 都是很醜 你做完我都是老友 但我都覺得很醜 很醜 幸好他現在不在我旁邊 不是 我說不能說這句話 不是 那你看看 這個人很有樣 這個北韓 金正恩 這個很厲害 這個 這個 柳經辦公室 經常都去領領 那去到南韓 香港很多人都去東大門 看山下地 我去東大門 我真的很驚醒 東大門其實是一個 但是全部看的人都很興奮 很巨型 很巨型 很巨型的一件事 就覺得 Based for the basic 就是為空間而空間製造 裏面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 其實是什麽呢 就是為了一個事件 好像在導演家那樣 李明傑那樣 李明博是李明博是李明博 他教出來的 那 接著 那些 就當你的靈節 給他自己玩弄 那我覺得 因為不是他 過了生命 有時候 Architect自己就 去了 對於空間裏面那種設計 那種 怎麼可能經常都講 今天就是我們要練習一下 我們自己 Architect 因為你正正有分別 給你好大氣功 好 就是 合取你的問題 代價呢 那 我可以幫網上問一個問題 那 有一位網上的朋友就問 就說他印象之中 日本的名建築師 好像 單下 二三 黑川幾章 安屯中虹 衛園等等 都沒有什麽重要作品 在香港 有 找得太好 找得太好 我就是想說 香港都一見日本建築 就是康督府 日本人設計 真的 黑千幾張沒有 單下件衣服沒有 有一個有 安屯中虹 起過 殺了 聽說 山頂 起過 殺了 有沒有人看過 我都看過 有人跟我說 就是 香港是很奇怪 因為我是 先 先 安屯中 我真的跟他講過 為什麽香港 那時候 他來港問 很多年前 我就問他 為什麽香港好像 沒什麽這些東西 沒什麽機會有這些東西 原來他 真的有一條 在很久的時間 發展開 就是 起完之後 那個月之中 其實看到 就是什麽問題 就是 就是 當然 安屯中虹的 architecture 真的比較不同 就是比較 粗抗型 或者比較簡約 有時候 香港就是 那種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 一邊是賺的 一邊是賺的 那種人 就是很喜歡 覺得很型 很簡單 但是當你用了 就覺得他太狂話 或者是太過單人 那 你不知 我頭 我自己也是 安屯中虹的粉絲 但我家裡 絕對不需要安屯中虹 那麽沒有東西的 那麽 那麽都不可以放在這 大鬼鑊 一張椅 一條騰 那麽漂亮 是吧 一張椅 一個瓶 一條騰 那便沒有東西了 沒有的 是賺的 很淡的 入了火之後 什麽都不可以買 那麽就不會發生 但你講得很對 只有這麽少 只有我們的網路 是日本製設計之外 沒有日本製設計的 我都問過很多人 為什麽沒有日本製設計 那麽多人 通常日本都這麽重要 很通常日本的 你們每個星期都想去的 是吧 但沒有的 有錢很多都沒有人是日本製的 那麽奇怪 那麽 大陸反而有 大陸幾多安能中學 香港沒有 有了便說 但是我那間 差不多了 我都未見到的樣子 那就差不多了 那麽多一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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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麽多一條問題 其實為什麼香港的建築不可以像新加坡那樣建的花草樹木 我看新加坡的寫字樓的花草樹木也很多 而且他們很懂得利用在地牢 一座大廈都把整個地牢都拿通了 Celvin 回答這個問題更好 你新加坡是東來的 是呀 新加坡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們做了一個花園成節出來 那我又覺得 因為我第一個就不是掉那一束牆 第二 我覺得其實可能真的要綿綿它 整天有這樣的Grenery的一個建築 都要那個業主本身對於那個綠化是很真誠的 因為不是表面的 表面的樣子 個個都啾啾啾啾 裝了一大量的Grenwall 接著關了之後就沒有了 但是你要很真誠去掌握整個建築文化 小切捷啾啾啾 那它都要覺得要每個上美的一個箭頭來的 就是等於我們香港 政府不是經常叫那些學校的天台中夜的 十個、十個、九個都乾了 是吧 因為大家都覺得明清不了 就是你變成一個政治政策 不是一個對於它的一個喜愛 所以我想要這樣做 但是我今間香港有多少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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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的 無緣無緣無的 但是那些Grenwall都是 差不多是一個姿勢而已 我喜歡文部 但是其實它是 對於那件事情 不是很真真貼心 想你用到很多 那這個價錢就剛剛在說 歡迎 給這個麥克風 我想說一說,為什麼新加坡這麼濃呢? 香港沒有,因為它沒有打風 香港很多人都考慮要打風,這個很重要的 它雨水多,沒有風打 它每天都下雨,又下雨了,不用找人下 所以它又不用那些風吹香港打風,又想那麼多事 所以我觀察,香港有風會沒有風 所以人人用新加坡來比,它就不想一下這件事 這件事我自己觀察到的,謝謝 我也跟香港說好笑話 大家對新加坡很仰慕 其實新加坡的客人,整個新加坡都很悶 因為它最美的地方是那個位置 其它全個國家都是屋邨來的 我試過打橫打碟的到處去,到處都是屋邨來的 到那裡香港很過癮,這裡有個島,那裡有個內海 去到西貢游營,那裡有個山 哇,新加坡我真是兜來兜去的 你去到那三支power,有個兜兜那裡有阿正 走出了,接著就另一邊,有一些生業大廈 接著你其它全個國家都是屋邨來的 那屋邨是靚的,是靚的 因為它自己的town planning 走出了區有什麼形態,有什麼方法,有什麼高度 很漂亮的嘛,我們不敢 我都提醒過香港可不可以在18個區裡面 做一個保護的condition 譬如我們那個鴨耀街又要保護它 接著金魚街又要保護 但是都不肯寫這些檢驗給人 因為保護了就很多人不能發達了 現在的power ratio就沒有得效了 所以不行了,新加坡也不同了 它區區都寫了,我們不行了 我看得到個人感受 回應回剛才說電影資料館 剛才在電影資料館趕來 他看你的小龍是不是? 不是,他今天,我不知道他播片 播一個1937年的舊片 我沒有票,遲了入場 我上網才查到是《衛星之光》 其實他在別的時段有播片 不過星期五才有組場 還有很多時候他為了某些展覽 譬如現在方月薰 他有一些電影就專門播放方月薰 有關那些電影 當然他的資源有限 但他不可能好像電影院那樣經常播放 其實我說回建築那些 很多時候有個錯配的問題 包括青年廣場 我也有去過 或者我去PMQ道上的幕後為止 那時候,早上遊客來到 我想道上都不行 因為那些人都還沒開那些舖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搞這些所謂活化文物 或者建築的form follows function 很多時候就出現了這個錯配 地點錯配 它的function和form錯配 現在為了可能標極立的建築師 搞很多很突出的建築 或者很高的建築 就忽略了和周邊環境的配合 這些我想是需要反思 我想全世界都要反思 不只是我去香港 你擺個電影照管在那裏 因為你沒有地 那裏 景灣外面那裏 那裏 以前我在那裏長大 原來那個戲院 縮景灣 他擺在那裏 因為那裏田外居才有地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那些觀眾遠道而來 青年廣場 因為董燕華 他只是想到青年是這樣的需要 但是他不想到那個地 是否真的適合 那很多時候弄了出來 變成一個大白象 那你又要想辦法去刺激 怎樣去使用 你現在這些文物說活化 很多時候只是從商業的角度去想 不是從用家的角度去想 建築那些出來也是 所以就很多這樣的 弄了出來之後才發現問題 然後才想辦法去解決 這樣就已經困難了 難道拆了它再來嗎 浪費了很多資源 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覺得應該是要全面去檢討那個政策 同意的同意 其實呢 給回一點點點 董建華 其實西九是他的功勞 來的 說真的 我經常都覺得他才是西九的功勞 如果不是他西九提出的時候 今天也不會發生 因為我理解 但是呢 那麽多的私醫 他是最全力去推動 將西九發生 今天有個文文 但是他當時都挺大的聲音 那當然青年廣場 我覺得可能就是 對於好意 想幫人家的年輕人 想製造個地方 不要經常都圍繞著我們很熟習的 不如找一下柴灣 但是正正就是 社會是未去到那麽平復 就變成健康配 就等於這位朋友 他就覺得牛棚不行 可能十年之後 牛棚對面那些什麽 十三條街 是不是什麽 七條街 一變了 變了那些年輕人的聚居點 那麽可能牛棚 我又搶著去展覽 現在我也不想去 因為自己展覽完之後 糟了我一次就搭地鐵去到 看看自己的東西都沒心機去 原來走過這麽久 所以就產生了 為什麽個個不想去 這個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是香港的 再重複回 其實西道是不必要去分 那麽多區去做 所謂文化設施 那麽不十八區建十八個西九 說而已 怎麽會發生到 那麽最後都丟空了 那麽所以現在 今天來講 剛剛好 因爲我覺得 我當時的擔心 我是很多很多聲音的 我在那些委員會裏面 我都很怕大白象 那麽但是 就是鬥到他 因爲他人口多 他每一次那麽那麽 那麽黃金周 就已經逼爆了 但是我們 的確 是要在一個 平衡一點的角度之下 所以 甚至我們很多的社會 某些人士 都會 希望他不要去比較 羅浮宮 大英國物館 北京故宮 那麽來鬥人多 鬥人多 我們是會輸的 但我們 所謂一個 730萬個城市 同樣我們 你說 Torrento Museum 很多人嗎 你覺得 Bangkok Museum 很多人嗎 我說我洞洞洞洞洞 都去壞了 都不多人的 你去來去都是羅浮宮 你去去巴黎以外的博物館 都是整雞雞的 但是這個不是這樣 博物館 他不是容易多來計 如果人少來計 香港最少人的博物館 可能都是 先生博物館 但是 也都不可以這樣 就遺忘了他 由於時間關係 那麽問答案到此結束了 多謝大家三月 最後就請大家上一次 熱烈的掌聲 謝謝黃金周 給我講一句 如果今天聽得不夠的 還有Part 2 大會堂 前世今生 大家記得去 什麼時候 我介紹了我的 一會兒再講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都一樣有講座 講題就是和充共濟 東話善業 對海內外華人的貢獻 由展玉堅教授主講 配合我們現在 在香港文藥探資館展出的 血龍於水 香港歷史建築中的家國程展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見大家 在香港文藥探資館展覽 在香港文藥探資館展覽 在香港文藥探資館展覽